大政治 大寶寬 大家一起來解掛 觀眾朋友 您好 我是周玉琴 各位好 我是劉聰琦 勞基法修法 看起來大陸角力真的是槓上了 那麼可是怎麼看 都像是演藝出戲 徐永明他昨天我們看到 很努力霸占主席台 結果民進黨的邱映營上去 而且還直接的就嗆 甚至還說你們太陽花 已經是崩潰了 崩潰了 他用這樣的字眼 可是大家都還記得 邱映營三年前 到底是怎麼樣去吹捧 甚至是不捨太陽花 黃國昌當時怎麼樣 他坐在台下 雙手就這樣抱著胸 好像一副看好戲的樣子 甚至還面帶著微笑 在幹嘛 難道說 是黃國昌 國昌老師 在自導自演的一齣戲嗎 那麼事實上 我們再看在邱映營的表現 那是不是又太入戲了 所以反而掉進了 這個陷阱裡面 在今天節目當中 我們都要好好的討論 還有另外要說到 這個演戲的話 今天我們針對 這個熊檢查淨婦案 我們也要來了解 就是說為什麼你提抗告 你是只針對檢良艦 而不是針對這個 淨婦的陳氏父子 另外在今天節目當中 還有一個最新的錄音曝光了 要告訴你的是 我們的海軍居然是公然說謊 馬上都有討論 馬上來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介紹資深媒體人 謝寒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還有前立法委員林玉芳 大家好 開放智庫召集員張茲剛 大家好 還有國會助理鄭兆欣 大家好 以及高雄市前新聞局 主密林志鴻 主持人大家好 最後是資深媒體人 鄭詩誠事人論 主持人大家晚安 好 我們首先來還原一下 就是在立法院的情況 當時我們看到昨天 許永明他是化身為霸邁王 這樣抓著這個麥克風 又霸佔這個主席台 就是怎麼樣就是不肯下來 好像是很努力的一副樣子 可是後來民進黨 怎麼樣去拉他拉他 都拉不動 結果後來邱憶營 講了一句讓大家傻眼的話 韓斌 是 我覺得第一個 你們真的相信 許永明一根 就可以有本事在那邊 暫時一個小時嗎 打問號 打問號 根本不可能 國民黨前兩天 國民黨15個立委 10分鐘就被人家驅禮 現在他一個人 可以在那邊站那麼久 你相信嗎 我根本不像民進黨 我跟你講這就是民進黨 跟時代亮配合演出了一場戲 對 而已 擺明就是這個樣子 只是許永明有點演過頭 但是他裡頭有一個 經典的台詞 結果那時候陳明文要去拉他 說我不是叫化罐 你不要拉我 我覺得這句台詞是非常棒 這個是最經典的一個畫面 但是我覺得邱憶營 也有點演過頭 到最後直接去嗆他 然後說什麼太陽花已經崩潰 我也必須講 其實這個邱憶營這句話 其實不小心透露出 民進黨的心態 就是當年他們是利用 太陽花這些所謂的決心 去幫他們搶奪政權 現在他們已經拿到政權了 這些決心就不需要 也不重要了 實際上太陽花是不是崩潰 當然早就崩潰了 自從出了一個太陽花女王 去做那些特種行業 該做的事情 然後出了一個奶昔歌之後 對 太陽花還有什麼臉面存在 我們大家都知道 太陽花就是一群無聊的份 像最近那個邀西 那個也是一個老實講 就是一個投機分子 專門看機會 想辦法哪裡好蹭 往哪裡蹭 然後就發覺事情不利的時候 又開始在那邊胡說八道一堆 其實太陽花的覺醒今年 就是這副德線 就是一群沒有中心思想 只是為了一時的爽快 去那邊亂七八糟 亂搞一通 那民進黨為什麼要利用這些人 因為民進黨當時 就是希望政局亂 政局越亂 他們越有機會 這只是民進黨 利用那麼一個旗子 利用完了當然走架台去 但是問題是 現在誰還在跟他們唱雙簧 就是時代力量這一批人 還跟民進黨在唱雙簧 兩人 你看 時代力量如果你真的對於利休 或是對其他這些東西 這麼有意見的話 你前面怎麼都不講 你前面一聲沒坑 然後就每一次假惺惺的說 叫勞動部長來質詢一下 或怎麼樣 隨便在臉書上罵兩句 這樣就算了嗎 你有沒有真正實質的 去做到什麼東西 黃國昌你根本 黃國昌居然還好一直罵民進黨 沒有人性 最沒人性就是你 你算人嗎 我都不知道 老實講 你這種人的矯情做作 演戲到一個噁心到不行的人 你還好一直去講人家沒人性 實際上你們本來 早就跟民進黨串通好了 不就是這個德性嗎 現在大家一看徐永明 在主題台上面 不是 在發言台上面 站了11個小時 大家說實在利昂好棒棒 其實真的不要鬧 大家不要被他們騙 這只是民進黨跟實在利昂 共謀演出來一場戲 目的是什麼 目的只是要凸顯說 實在利昂真的有進利率黨了 到最後還是會讓 民進黨的法案通過 實在利昂根本到最後 這一群人又跑去買炸雞 就是這樣子而已 其實我老實講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千萬不要 被這些跳樑小丑所騙 我跟你講 這一些人的一切所作所為 早就已經被大家看透了 但是很可惜的 中華民國還是有很多 民管不靈的人會相信他 這些人我說真的 就好像黃國昌 跟民進黨所建議的一樣 你們真的應該去看身心科 所以大綠小綠搞了半天 寒冰的看法是認為說 是套好招了 施誠 昨天看到那一幕 其實我們還在想說 這個邱盈真的是演過頭了 演過頭了 對 可是剛剛照韓冰的意思是說 他也是在演戲一樣 就是跟徐永明一樣 到底演這一出的目的 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要讓逼著大家都非得看 他們演這一場戲 第一個就是民進黨 一定要把這個東西附圍 第二個 這個時代力量被批示 不像在野黨 也不像執政黨 所以他這次要扮演 所謂在野黨的角色 可是扮演在野黨的角色 又不能真的杯葛 於是徐永就找出了一個 非常細非常細的東西來杯葛 那個叫做立委職權行使法 就是說這個案子 要排在兩個禮拜之後 就是下個禮拜 為什麼 因為兩個禮拜 有所謂的複議期 如果你要在這個時候排 你必須有60個 就是超過半數的 這樣的所謂的不複議 就是我簽署我不複議的名單 在杯葛這個東西 各位 各位都是這個立法院 這個熟悉立法院議事運作的人 有搞到這麼細的地步嗎 而且60跟58個差兩個 差兩個 然後就在這樣杯葛 11個小時 你給我騙 但問題是黃國昌 為什麼不上去 當然 為什麼 12月16號要罷免黃國昌 請注意 這個民進黨是宣誓 要挺黃國昌的 所以黃國昌這個時候不能上去 這個表演 假哭也好 什麼都不行 所以派他的指定兵徐永明 徐永明剛好 本身之前也是民進黨的 所以跟民進黨 剛好演出了這個11個小時 甘寒兵已經戳破了 已經突破盲腸了 國民黨的委員十幾個 這樣10分左右還會扛下來 徐永明憑他一人之力 可以撐11個小時 你覺得這是為什麼 如果民進黨要動動小指頭 徐永明就下去了 然後一個是徐永明在台上表演 一個是黃國昌在底下表演 我們現場 趙欣在現場 他就拍到畫面 然後在底下這邊 在那邊看戲 就那種看戲的感覺 好像跟他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不該上去 護衛你的黨員嗎 你是黨主席 你怎麼在底下看戲看 然後問題是他在底下看戲 民進黨也在看戲 除了看戲之外就在演戲 就兩種人 然後上去 然後最後就是剛剛韓兵講的經典 就是陳明文去碰他一下 然後徐永明 而且徐永明故意非常大聲說 我不是彰花冠 別碰我 他故意的 這種就是因為這個戲太冗長了 中間必須有一些比較好的橋段 於是就搞了這個橋段出來 整齣都在演戲 你知道嗎 他整個派克的過程非常的好 就是兩黨目的都達到了 我們也進到了審查的責任 我也進到杯葛的責任 然後我實在力量也 你們各位說我沒有角色 我有角色 就這麼簡單 所以各蒙其力 就是這麼簡單 好 接下來我們透過畫面 也帶大家來看一看 在昨天的立法院當中 當時到底徐永明 他說了些什麼 然後又逼得邱盈營 在當場還拚命的講了 一堆的酸話 但是後來反而自己有一點糗 你要不要好好想一想 這個黨真的不值得你 你一個教授被人家侮辱成這樣 一個早上在這裡丟人現眼成這樣 主席連救你都不可能 還在那裡抿著嘴笑 還這樣子在看著你 笑 笑 看著你 連救你 既然在這裡 代言 再救你 教授 228 我覺得你這樣好可憐 我希望民進黨以後 我真的覺得你好委屈 我覺得你要不要離開時代力量 你不要再說了 你太陽花已經崩潰了 你太陽花整個大崩潰 你在這裡稱讚張信中 你們太陽花已經整個大崩潰了 真的你有道理的話 黃國昌就自己跳出來了 不會讓你在這裡當小丑演 一個早上 你真的趕快回去 不要在這裡繼續丟人現眼了 他連提你都不敢 他還說你不是念法律的 沒錯 這兩年在立法院 最熱鬧的法案 就是跟勞工有關的一例一休 因為上一次審一例一休 藍綠是上演全武皇 這一次則是上演以一擋擺 許永明一個人站主席台 竟然可以站11小時 剛剛大家都說 這個會不會是一個 串通的演戲 不過我們實際來看 昨天的情況 真的這個委員會是鬧轟轟 民主黨希望在禮拜一的時候 就是昨天把這個一例一休的案子 趕快在委員會審查 開完公聽會 這個禮拜就送出去 結果沒想到第一天 就遇到了被杯葛 被杯葛人只有一位 就是時代力量的立委 我們看到他在這個發展台上 一站就是11個小時 大家很好奇說 他難道不用上廁所 不用吃飯嗎 但外界就會懷疑說 這個會不會從頭到尾 都是一場串通好的戲 不過實際上 他的確是站了11小時 中間的過程當中 民進黨立委可以說是酸劍請發 不斷的來罵這個許永明 同時也酸時代力量 待會兒的名言 都會一一帶大家來看 不過另外一個 也讓大家很好奇 除了許永明可以站11個小時 為何可以辦得到之外 另外一個大家也關心 就是時代力量的主席 黃國昌他昨天在台下的角色 我們知道上一次 審議立議秀的時候 黃國昌是因為在委員會當中痛哭 之後還被網友算是 所謂的國昌假哭這個東西 不過在昨天這個委員會上 我們看到許永明一個人激情演出 但是黃國昌他卻是很安靜在台下 不管這個藍綠立委 是怎麼樣的拱黃國昌 要他上台來救駕 來幫忙一下許永明 黃國昌就是不為所動 甚至還滑手機 甚至露出了笑容 這個昨天畫面都有拍到 外界就說這個到底是什麼樣 一個詭異的情況 自己同黨的立委 許永明在台上 站了11個小時 沒有人來接班 沒有人來聲援 這也未免太奇怪了 好 另外一位 今天大家要追究的就是這一位 也是爆紅的 就是邱易營 不過這個爆紅是負面的部分 他被網友罵翻了 邱易營我們都知道 過去在藍綠對抗的時候 她是所謂的綠營的女戰神 她這個波羅拉的表現 甚至是很多激情的演出 都讓很多人是印象深刻的 不過昨天算是有一點點吃憋了 因為他講出 太陽花已崩毀這個部分 這句話現在昨天 讓他的臉書被網友灌爆 很多人說民進黨現在是把 太陽花的學運世代用完即丟嗎 當然今天邱易營有出面解釋 我們待會兒來聽一下他的解釋 有沒有道理 好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昨天在這個委員會上 剛剛我們講 使用民一個人獨佔了 這個發言台11個小時 中間當然這個綠營 不斷的要把人給叫下來 過去在藍綠對抗的時候 都是出動人搶 民獎立委上去包抄 就把人給駕禮了 這個主席或發言台 可是昨天比較奇怪的是 就讓他一個人在台上 唱獨角戲唱11小時 沒有人駕禮 駕禮的時間點是晚上8點多 當時候已經讓他演了 11個小時的時間了 真的是非常的長 好 當中我們看到 柯借銘跟許永明有一些的過招 柯借銘的部分就說 黃主席你又不要出來管一下 把這個許永明趕快帶走 不過我們剛剛說了 黃國昌是支支不理的 那麼另外我們看到 何欣權的部分 話也是講得非常酸 他說許永明 你不要氣到發抖 再發抖你要去看 身心柯這個話 當然也是講得不是很好聽 那麼再加上有一日名言 也是昨天被大家現場做的記者 給記憶跟標註出來的 就是在勸離許永明的時候 這個陳明文有碰了這個 他許永明一下 結果許永明就反射性的說 不要碰我 我不是張花冠 但中間還有很多很好笑的橋段 包含民進黨的立委陳映 是拿著水杯 要給許永明來喝水 還說你趕快來喝水 你嘴唇都已經乾掉了 許永明不理他 陳映這時候說你碰到我的手了 許永明又趕快道歉 等等有這些知知覺覺 那都說這些酸言酸語啟發 但是許永明就是不為所動 包含黃沟昌也是不為所動 不過大家說真的罵最兇的 其實是哪一位 就是這一位邱逸宜 我們來聽聽看 他昨天是怎麼罵的 你要不要好好想一想 這個黨真的不值得你 你一個教授被人家侮辱成這樣 一個早上在這裡丟人現眼成這樣 主席連救你都不可能 還在那裡抿著嘴笑 還這樣子在看著你 笑笑的看著你 好 只要在這里代理的 在救命 教授 228 我覺得你這樣好可憐喔 希望民進黨以後 我真的覺得你好委屈喔 不要再集228 我覺得你要不要離開時代力量 希望 不要再說了 太陽花已經崩潰了 太陽花整個大崩潰 你在這裡承受莊盡中 你們太陽花已經整個大崩潰了 真的你有道理的話 黃沟昌就自己跳出來了 不會讓你在這裡當小丑演 你一個早上 你真的趕快回去 不要在這裡繼續丟人現眼了 他連提你都不敢 他還說你不是念法律的 好 邱昌昨天在罵徐永明的時候 不但是有聲音還代表情 那麼現在他自己卻踢到鐵板 為什麼 因為他講了這句話 他說你們太陽花已經崩潰了 結果果然馬上被網友給灌爆 那麼甚至有人就找到了 他在兩年前 在太陽花三年前的時候 2014年4月的時候 他所貼的貼文出來打臉他自己 當時候太陽花撤出立院了 我們看到 邱昌盈在臉書上寫說 太陽花高一段落了 此時的心情有些複雜 不捨有更多的感觸 他後面還說 現在學生離開醫院之後 民進黨要在立法院 繼續來監督 好 網友就說 當時候你這樣不捨 現在說你們太陽花崩毀了 這是在上演過河拆橋戲碼嗎 民進黨選前跟選後 難道是兩個樣嗎 這是網友的質疑 今天被罵翻的邱昌出來了 他不算是道歉 但是他說他要來檢討 檢討哪個部分 他說他說太多 就會被人家抹黑 他認為他的話有前後文 是被抹黑的 真的是這樣嗎 待會我們可以把他 從頭到尾的話 再來詳細的來聽一次 不過昨天大家就說 事實上徐永明 能夠站翻臉台這麼久 時代力量在晚上 昨天晚上 徐永明都被嫁離的時候 還開了一場記者會 外界就質疑說奇怪 剛剛大家提到的疑點 你需要你一個人 隻身在台上 你是主席黃國昌 也不出來幫忙或聲援一下 剛剛大家畫面看到 就坐在台下冷笑 滑手機 最後還拿著包包就離開了 這也太奇怪吧 所以黃國昌這也怎麼解釋 他說他在忍耐 因為忍耐 不希望大家模糊焦點 但事實上 大家的質疑跟疑問反而越來越多 好 除了昨天一粒一休的 大綠小粒大亂鬥 大家說會不會是一場戲之外 另外現在延燒好幾天的烈雷案 大家也說會不會也是一場戲 因為包含昨天國防部 尤其是海軍司令部開的記者會 以及現在熊檢調查的方向 剛剛外界有更多的質疑 不但沒有事宜 反而製造更多問號 這個是真的要查案嗎 我們先來看到熊檢的部分 那麼熊檢昨天那麼是 之前是要升壓 我們看到的是檢良件的部分 檢良件它事實上是整個烈雷案之前 前任的負責人 不是現任的負責人 但是熊檢卻大動作的要升壓 被熊院給駁回之後 昨天還提出抗告 不過這個抗告理由 又全部都被熊院給打臉了 因為最主要的理由就是 你之前面對這個誠信父子部分 都沒有進行升壓的動作 你反而要對這個 算是第二關係人吧 檢良件你要進行升壓 到底成不成理由呢 我們來看到 包含這個熊檢的調查的方向 跟進度都讓外界有一些質疑 你怎麼會是桌小放大呢 我們來看到熊檢生壓的理由 現在是一一被打臉 首先他說為什麼要 生壓這個檢良件 最主要的理由是因為 他認為檢良件跟這個 業姓的誠信兩位證人 彼此之間可能會有串貢 可是院方就直接打臉了 就說事實上這個業姓跟誠信 這兩位所謂利害關係人 或是知道知情的相關當事人 當初都是檢良件 自己供給檢方的 你現在要拿這個理由來做生壓 為免太過牽強 另外一個原因是 事實上你熊檢 把這個業姓跟誠信 兩位證人找來問話之後 也只問了一次 之後就沒有再問了 因為當初找不到人 後來就沒有再問了 那麼院方就認為說 檢方事實上根本就沒有 強制的查案的必要 這兩個人看起來 似乎是沒有這麼大的重要性 這是第一個打臉的部分 另外熊檢的部分認為說 檢良件如果不把它壓起來的話 他可能會有出入境頻繁 有逃亡之餘 但事實上查了他的出境紀錄 過去這一年 只有出境紀錄三次 那麼院方也認為說 這個也不構成理由 那麼甚至檢方還講說 如果讓這個檢良界 讓他在外面趴趴走的話 事實上可能會直接出境到對岸 因為他在大陸大陸有生意 不過外界就會質疑 包含院方也是說 事實上難道成姓父子 成姓男父子 在大陸就沒有生意嗎 你拿這個理由要來積壓檢良界 但是卻放過成姓男父子 這難道不是桌小放大 讓別人交保 然後讓這個第二厲害關係人 那麼直接來積壓 這個難道是符合比例原則嗎 所以整個檢方 那麼提出積壓的理由 全部都被院方給打臉了 另外一個部分是昨天開的 海軍司令部開的記者會 我們看到海軍總司令黃曙光 那麼他說這個事情他要一肩扛 從頭到尾這個列雷家外界的質疑 絕對沒有符願高層的施壓 是他一個人決定的 但是這個記者會看完之後 外界的質疑更多 因為始終有一些疑點沒說清楚 包含24億元的這個部分 不是24元 不是24塊 也不是240塊 是24億 怎麼會是你一個海軍司令 可以自己決定 而且這24億 還不是全部都是你海軍的錢 包含有三軍的錢 你一個人可以決定 陸海空三軍的這個預算要怎麼花嗎 你有這麼大的挪用權嗎 這個外界都有很多質疑 包含到司令部的部分 到現在都還沒有解釋清楚 包含這一次整個戀愛 到現在烽火連燒 三軍統帥 蔡總統 以及包含我們的國防部的 部長馮世寬 到現在都是沒有正面回應 甚至說很多人說是狀況外 外界就質疑 會不會是射了一個防火牆的部分 讓這個海軍司令部 自己黃曙光來一肩單 但是背後的藏鏡人 始終都沒有被捉出來 包含昨天 這個海軍司令部看的記者會 也讓外界很起疑的是說 如果真的都是 讓你黃曙光一肩扛的話 為什麼錄音帶曝光之後 拖了兩個禮拜 外界把1.1的點出來之後 你才來開記者會說 這個其實都是我一個人決定的 如果真的是你一個人決定 為什麼不第一時間就出來面對 現在反而讓外界很多質疑說 會不會是在兜故事 但是現在要找人來背黑鍋 今天都要好好來討論了 時間較為預期 好 我們馬上就來討論 在今天首先要還原一下 昨天的立法院 這是一場好戲嗎 到底演的是哪一出 我們首先來請教一下趙欣 趙欣 我們在昨天看到 這個徐永明 也算是他很拚了 一直站在11個小時 我的天 可是問題是我們要來看看 邱映營 邱映營在幹什麼 他難道也是在跟他們是 套好的在演戲嗎 可是我覺得他有點糗 所以我們在講說 君子育於義 小人育於利 什麼意思 這個君子之間要交朋友 比如說兩個大黨跟小黨 如果在一起結合 是基於理念的話 就是基於大義 如果只是基於政治的利益的話 一旦這個利益分歧 或者是不一樣的時候 拆火的時候 這是什麼酸的話都講得出來 就特別難看 我們昨天就看到 這個徐永明跟邱映營 一個在 一個徐永明在栓這個陳明文 說我不是彰化罐 你不要這樣碰我 就是刺中這個陳明文 心中最軟的那一塊 不是小英心中最軟的那一塊 他心中最痛的 就是人家提彰化罐的事情 所以說這個小人之交 甜如蜜的時候 但是閨蜜分手的時候 就把你的秘密全部掀出來 知道你最痛的地方是哪裡 那麼這個邱映營又反過來 去栓這個徐永明對不對 他就栓說 你做一個教授 你看這個蒼神坐在後面 都沒有在理你 還在微笑 所以人家說 黃國昌說他是為了忍耐 你有看過有人忍耐的時候 是這樣子忍耐的嗎 微笑忍耐 你神經病嗎 不是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話不對頭 完全不是這個樣子的狀況 但是我們實際上來看的話 就是說 實際上我們來看邱映營 在這個時候 其實就是有一點點失言 他說你們太陽花崩潰了 結果被人家來起底說 你過去在那份貼文 在感謝太陽花的貼文裡面 在太陽花撤退的時候 那時候因為符合民進黨的利益 那麼又說自己不捨 又說捨不得 又說感謝你們守護台灣 然後現在說你們大崩潰 這前後被差太多 所以這個東西就顯示一個 民進黨的心態 就是太陽花只是你們利用的棋子 時代力量的領袖利用了太陽花 太陽花有一大堆學生 搞不清楚狀況就上了 結果後來發現說 民進黨把你們用完就丟 這個就是民進黨的本質 就是來利用這些學生 最後取得政權之後 你們說的通通都不算數 然後現在在一例一休這個東西 我們現在來看 最怎麼樣的是說 徐永明一個人站了11個小時 好像很厲害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徐永明站的時候 旁邊的人是誰 除了我們講說 講話很大聲的何欣純 跟這個我們講蚯蚓以外 旁邊還有陳明文跟蘇振青 蘇振青在立法院的專業是什麼 一個是席兄 第二個是架脖子 徐永明可能不會被席兄 但徐永明有被架脖子嗎 也沒有 他怎麼可能放在他在那邊 席兄的話也滿奇怪的 架脖子 放11小時都不懂 為什麼 因為畢竟鬥而不破你知道嗎 還是不希望這個局面 給他破局 但是實際上利益的裂痕 已經產生了 如果是完真的 不好意思 根本不需要在委員會 前一天在院會的時候 才是真正這個一例一休法案 復委的關鍵時刻 請問你時代力量的人在哪裡 為什麼都只看到國民黨 只看到蔣萬恩在那邊 努力的在阻擋這個法案的通過 那時代力量的人 可能在那邊 可能在家裡面吃炸雞 還是滑手機 你根本就看不到他們的人 所以你說從這個時機點 的選擇來看 他就是一個很明顯的 打假球的行為 所以但是我心裡面 是非常失落的 為什麼 因為我心中的影帝 一直是黃國昌 結果影帝換人了 我很失落 你知道嗎 他直接當導演 黃國昌那時候在哪裡 剛剛我們電視也有拿出畫面 我們朋友在那邊 委員會在現場拍 黃國昌一個人坐在後面 然後翹腳 然後看著好像顧叛自雄 在看整個現場的狀況 是怎麼樣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他從影帝升格成導演 已經變導演的等級了 然後把影帝的位置 直升黨清風這個影帝的位置 給徐永明 但我覺得徐永明表演的功力 還是沒有黃國昌厲害 所以我心裡面 有一點點小小的失落 有點像看到周星馳 再也不出來演戲 變成導演這種失落感你知道嗎 你可以抬舉黃國昌 他都假哭 他沒有眼淚 他真的很會演 又假哭 每次我已經開始欣賞 他的假哭的那種技巧了 你知道嗎 結果大家就像剛剛 詩誠哥講的 就是因為12月16號 罷免黃國昌 他現在不敢成為劍榜 不想到第一線 所以就挑了徐永明到前面 做一個有點像是犧牲品 但是他也有自己的這個 這個怎麼講 盤算 盤算跟追求 他的劇情都照著他在演 因為什麼 因為他背後畢竟還有抓了一群 所謂的覺醒青年的力量 邱毅營就傻傻的去戳 這群覺醒青年 搞得現在自己要來道歉 所以民進黨對覺醒青年的 這種心態 就是又愛又恨 你自己知道你要靠著他們 你才能夠取得政權 可是現在當你發現 你自己根本就沒有理想性的時候 又怕這群覺醒青年來戳破你 戳破你的真面目 讓全民知道 所以這種又愛又恨的關係 這樣我們外面的人看了 就覺得實在是滿可笑的 你完全都沒有自己的理想性 你沒有理想性的時候 到最後民眾就會拋棄你 這才是民進黨的警訊 沒錯 昨天這個邱毅營 真的是馬很兇 剛剛大家畫面都看到了 把經典台詞再挑出來 讓大家看一下 包含他說 他直接跟許有明講 如果你說的有道理 黃國昌早就跳出來了 輪不到你在這裡當小丑 意思是說如果真的要站上台的話 黃國昌一定是比你更當仁不讓 接著他又說許有明說 徐教授 黃國昌不就你 你還在那邊抿嘴下 我覺得你好可憐 好可憐 剛剛大家有看到畫面 這個邱毅營真的是 演得滿生動的 他還學黃國昌 他還學他這樣 還插手 他前面還有講了一句話 這邊沒有截到 就是他講說 徐永明教授連黃國昌 都說你不懂法律可以下來的 他前面還講了這些東西這樣子 所以我還記住質疑說 這個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到底這個邱毅營講的話 是針對徐永明 是真的是真的身心這樣罵 還說根本就是演戲 斯昂哥 演戲 這個禮拜六要頒金馬獎了 這兩個 想要打外卡賽 看這個T 頒獎最後一刻 能不能擠入入文名單裡面 我覺得像邱毅營 我覺得他講演得挺生動的 而且他說什麼太陽花大崩潰了 我覺得那個話 是發自於內心的講 沒有看他那個表情 跟他的語氣 一眼都不像說 你是為了影射張靜忠如何如何 所以其實邱毅營昨天那一番表現 其實我覺得大家誤會他 我覺得邱毅營 一直是個性情中人 包括去小踹法務部長的大門 掌鍋這裡的慶華 還有包括昨天去酸徐永明 這等等 我覺得他的做法其實就是一般 我腦想什麼 我就說什麼 其實算是個性非常的直白 我覺得因為要為這種立委 我覺得要為他鼓鼓掌 這比偽君子好多了 他至少是個真小人 反正我就表達我自己那一面 所以你看他昨天去酸徐永明 你看去酸他跟黃國昌之間的關係 我覺得最妙的是 上一次我們太陽花 因為整個的懸運世代起來 把這個時代力量推入立法院 大概有五席 有五席的成員在裡面 怎麼看到徐永明在那邊 顧軍作戰 其他的朋友去哪裡了 不見了 他的黨主兵還在下面嘻嘻哈哈 還在上面感覺 有點看好戲的感覺 正因為12月16號 在面臨到一個罷免的一個挑戰 你這時候更應該上去救你的同志 你如果連自己的同志 那一道大家冷嘲熱諷 然後東摸西摸的時候 你還不上去聲援他 你作為一個黨主席 怎麼光憑之長就遲得被罷免 內部就應該對他提出的 不信任投票 黨團成員在作戰的時候 黨主席在樓下觀戰 這一點都沒有互相幫忙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個大綠 小綠這一塊 我覺得都是來為各自作戲 我覺得真的是來為各自作戲 第一個 你這一粒一休的修正案 有這麼急嗎 有這麼急嗎 有這麼急一定要這個時候過嗎 有這個時間壓力到說 因為你不過 然後國家會面臨什麼樣的 很大的災難 還是你承諾了誰 一定要在什麼時候過這個案子 好像也沒有 你說像金元的年改案 都因為可能溝通不急 我這個會期都不提了 你這個一粒一休 很多的意見 包括公運團體 很多的勞工朋友 很多意見的時候 你能不能緩一緩 跟他們溝通一下 為什麼一定急著這個禮拜 或這個會期要過 我覺得這是很大的疑問 你再來就是昨天 在前幾天 在這個院會要復委的時候 那個史黛利亞也沒有 也沒有任何的動作 而且你知道上次上個會期 在審這個前瞻預算的時候 國民黨大戰的主席台 發言台 立足這個預算要復委 那個時候 史黛利亞還不再宣國民黨說 你就要讓他實質討論 在會議真的開會才能做實質 監督 你為什麼今天做同樣的事情 把這個發言台給霸占住 國民黨大可以去酸你說 你要去開會才能做實質的監督 所以現在這個時代力量 就此一時彼此 對自己有利的 他就是找出自己的理由 但對自己不利的 他就閃到遠遠的一邊去 所以你看一看 所以實力 他明年在各地區也要出現一些 提出一些候選人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覺得是他跟民進黨 在一些路線上面去做一些切割 他能夠拿到原本一些公運 或社運這類的票 然後這些票可以足夠讓他 在每個地區有個候選人 去跟民進黨去做一些挑戰 所以我覺得昨天邱瑞瑩也酸得 也酸得是恰到好處 所以他就完全把自己心裡 把自己心裡想的話都說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禮拜 結果就掉入了他們的陷阱 對 我覺得基本上 他們就完全演出 他們自己心裡想講的話 因為很多地方 在地方圈裡面 時代力量確實給民進黨候選 是有一些壓力 不過我覺得題外的話 邱瑞瑩我覺得這個禮拜 起碼講還來這集的話 補一個題名 補他最佳女主角 罵得很到位 罵得很嗆 所以再看 我覺得這個戲也差不多了 但未來 因為民進黨比他人事又 人數的優勢還是會過 你看時代力量 如果是看昨天是真黨還是假黨 如果是真的黨的話 下一次才有機會 你把你全部黨團五個人 一起來霸戰 一起跟在野黨 一起去立抗這個法案 我覺得這才是所謂的在野黨 不是說專門去監督 在野黨的在野黨 是 那御方委員 你怎麼看昨天 黃國昌的表現真是好奇 他是以為他坐在導演椅嗎 如果要頒獎的話 要頒給邱瑞瑩 什麼最佳女主角 難道說要頒個最佳導演獎 給我們的黃國昌 國昌老師嗎 你沒有看過老大動手的嗎 黃國昌認為他是老大 你看他講話 他有問過 我是怎麼樣的人 你有沒有聽過他前幾天講的話 前幾天講的話 我是怎麼樣的人 所以黃國昌是 非常自傲的一個人 他就像這種事情 請徐永明去做就好了 他忍得到老大出手 這個有沒有民進黨跟 時代力量有沒有視線 有沒有達成一種協議或是默契 我認為是有的 因為在立法院呆久人都知道 每一個動作其實都有 很多事前的溝通跟盤算 時代力量就想說 我要表演一下 要讓這些人覺得說 勞工階級覺得我是 時代力量是在幫你們的 大概民進黨也答應了 所以柯建民在那個地方出現 大概就會覺得說 你們是不是搞過頭了 所以一開始可能 雙方都有協調 就要給你一些空間 讓你表演一下 沒有想到徐永明 就一站就是11個小時 當然民進黨就覺得 沒有面子了 就是說講好了 你不按照規定來了 我當然要叫你下來這樣 因為這裡有一個 有一個比較 當然有一點調詭 就是說徐永明今天看起來 昨天看起來滿孤獨的 就他一個人在那裡 你整個時代力量 也沒有上去陪你站 或是人家在修理你的時候 也沒有 你黨裡面也沒有人出來 幫槍 來幫槍這樣 所以看起來這個黨 就是大概有 領頭的那幾個人 其實大概就是 有自治分子背景的人 跟其他的外圍的這些人 比較外圍的這些人 不見得是那樣的情投意合 我都感覺了 那個徐永明導致 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說你站11個小時 跟站10個小時 9個小時有什麼不同 對不對 你要有本事 你就用言語好好教學民進黨 讓他們自己覺得很慚愧 也沒有 民進黨 就時代力量這些人要搞清楚 你們對付國民黨比較容易 民進黨這些人 你以為他們是吃素的 你以為你在他們站10個小時 其實我跟你講 他們就希望你去站下去 看你撐多久 對不對 只是沒有想到你今天要撐這麼久 那有一個要說的一件事就是說 揍耀 大家對他很有興趣 他揍耀的表現沒有什麼不好 你們剛才能責備他一下 他是酌飛金士 他以前的表現可能不是很好 這次的表現 我覺得就是你講的很腔辣很刀胃 他講的的確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你徐明要出來檢視 為什麼你的老大坐在底下 衣態非常的清血的樣子 然後你在那邊講到口乾舌燥的 對不對 這種老大還值得你去跟嗎 但邱映就是這個味道 所以邱映 我就覺得邱映 很多的表現 說實話 我不是很贊值他的做法跟說法 不過他昨天的表現 不就是剛剛好而已 對 實在力量你們要搞清楚 你們還以為說 你們可以影響民進黨 然後民進黨會對你們逼宮逼近 會感謝你們說 因為太陽花的原因 所以民進黨才能夠 選得這麼漂亮 像在立法院也是超級的多數 民進黨不是這樣想的 民進黨想法就是說 不是我們輪班這些民進黨立委 拿著椅子守住那些 那麼多道的門 你們這些傢伙早就被人丟出去了 什麼太陽花 連太陽草都不算 哪有太陽花 對不對 所以民進黨的想法就是 是我們保護你們 把你們養大了 可是民進黨也搞不清楚一件事 生命自己會找出路的 對不對 人家雖然是被你救了 人家可不是覺得說是你救了他們 他們覺得是他們救了你 現在你們把這個 把他們養大了 他們現在就要開始下來 給你們競爭了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只要了解 你們的政治的高層 叫你們說都要出來投票 要罷免皇國殤的時候 你們要遭這個信號 這是很清楚 這不是陰謀 這是陽謀 其實大家都不出來投票的話 這個就絕對過不了關了 你們都要出來投票 自己你們怎麼搞不清楚 也不能量票 這樣子當然皇國昌的日子 就變得會比較危險 所以大家要體察一下 民進黨的知識要體察一下 你們要提早 趁來的急的時候 要把一些危險 就要先解決掉 就這樣子 是 好 所以剛剛我們在討論說 到底是不是時代力量 挖了一個坑給民進黨的跳 結果邱瑩營真的太入戲了 演過頭了 所以也就真的栽下去了 好 稍後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好 昨天我們看到了 這個邱瑩營她那個畫面 她就是一直在徐永明的旁邊 一會兒在這裡 一會兒上去到她的這個左邊 就這樣 雞雞雞雞雞 一直在那邊酸 講了很多嘲諷的話 事實上 志豪 我印象中的邱瑩營 她其實是應該要更悍 更嗆 不是只有洞口而已 甚至有的時候 比方說潑個水 或甚至像之前去踹法屋的大門 對不對 四肢並用了 這個好像昨天 邱瑩營對她還滿客氣的 其實邱瑩營她本身是一個 非常真性情的立委 就是說她是很有爭議感 她昨天一定是在一種 忍不住的情況之下 就是站了11個小時 在那種異常上 你可以忍受別人站11個小時 阻擋你講話的機會這樣 所以她一定是有情緒 所以這個部分 至於她是不是就是 她就是很真性情的表現 就是說到底她有沒有收斂 等等的 我覺得要看她自己個人的 心中的狀態是怎麼樣 我覺得要回頭看這件事情 就是說 我認為這不是一場演戲 因為如果是演戲的話 現在民進黨內部 應該是一種竊效 認為說好像得分的感覺 但是不是 我覺得我了解 民進黨立委內部 現在是很滾的 用很滾來形容就是說 怎麼會時代力量搞成這樣子 霸占11個小時 是搞什麼東西 又演歪了 有沒有演 我真的不知道 我認為不是演戲 就是因為 戲走編的人 石鏡秀演太大這樣 我覺得我們要回來看一件事情 就是說太陽花到底等不等於 時代力量這件事情 要重新思考 太陽花世代 它其實是當時 在那種社會氣氛之下 年輕人他對於國家定位 對於未來 到底這個專斷的政府 要把這個國家帶到什麼方向 不知道 所以這樣的吶喊 是太陽花世代 可是當然後來 時代力量成立了 才有時代力量的政黨 但是不能把時代力量 就代表太陽花世代 這個要去先做一個釐清 其實過去 你看在一粒一修法過程當中 時代力量也提兩粒 一粒一架 現在他們要不要在這個時候 再兩粒出來講 再拿一粒一架出來講 這個是一個立場 其實過程當中 是有很多變卦 這是立場的問題 所以要回來看就是說 招令如果不好 的確就是要細改 過去馬政府時期 因為很多令出不了總統府 所以就無法去做一些 政策的修訂 現在民進黨執政 要負完全的責任 就是應該要推動這樣的修法 我們舉我們在南部例子 南部的產業狀況 跟在北部 科技的狀況不太一樣 船廠跟科技的不太一樣 你上班的時間 很多勞工朋友 他們是很明確講說 我這是靠加班 才有這個多一點的收入 可以養家活口 這是很多中南部的 勞工的心聲 但是因為這個一粒一修 之前這樣的修法 可能在各種的壓力之下 折衷成為這個 沒有彈性的修法的這個結果 造成勞工朋友是怎麼樣 他們是覺得說 我要加班 老闆不讓我加班 老闆說我讓你加班之後 如果你到時候檢舉我怎麼辦 所以變成是勞工猜疑 勞工對立的情況 所以這時候應該要去談修法 像現在這個民進黨執政 行政跟立法 都有一個政策的協調平台 每一個立委 都是區域選出來的立委 每個立委不會拿自己選票 開玩笑 他們一定是接受到 每個選區的產業狀況的反應 譬如說在高雄的前陣小港 他很多是一些船產造船業 用這樣的勞工型態 或者愉悅勞工型態 或者是服務業勞工型態 都不一樣 他們都會跟立委來反應 所以在這個平台上協調出來 這個願版 他其實是一種符合多數 每個區域的狀況 可以去執行的 所以這個政策 未來去修訂完成之後 要去看的是 怎麼樣可以真正去落實執法 有彈性的空間 才是這個政策最後修法 必須要走的方向 不過我講一句 這不是早知今日悔不當初嗎 你就表示你 當時在修法以前 你就沒有好好的 一粒一修要通過的時候 你就沒有好好的用功 沒有做主功課 你高雄的民進黨地方上的 立法委員在睡覺的嗎 當地的那些老公 對這個一粒一修 你當時要通過這個法案之前 大家看法如何 你們都沒有蒐集情報的嗎 你們不是說你們最接低期 跟民意掌握最好嗎 你們都沒有做這種事 反而是聽從蔡英文的指揮 他下令要限期通過 你們就通過 通過又還馬上立刻就實施 連一個緩衝的機會都沒有 而且修法怎麼修這麼久 你通過又知道不好 就要趕快搞了 為什麼要林權的時候沒有弄 只拖到現在才在弄 而讓整個的社會 震盪了這樣子久 民進黨還能夠講什麼 國民黨什麼 不出府內 你們的問題就是 你們府的權力太大了 你們的總統府 已經直接把黑手 伸到立法案去操控 去操弄 而且是命令立法委員照做 民進黨立委 他們要是不掌勁 你們也沒有辦法對抗 也沒有辦法拿民意出來對抗 結果搞得竟然紛紛牢牢 這一切都可不必了 習近平不必在那邊表演 十一個小時 邱映英也不需要今天 著非金釋的 表演了這樣的廢勢 這一切就只因為當時 倉促的立法 立一個非常粗糙 而且不可行的這樣一個法 所以民進黨是要向現象國人道歉 這是犯了一個大錯 令人討厭了這樣一個修法 所以現在就是演得很難看 關鍵還是在於那個源頭 一粒一休當初 幹嘛要這樣惡搞 幹嘛要這樣強度觀山 不是嗎 時代力量也有責任 對 不過回過頭來講 昨天除了我們剛剛講說 不管這個邱映英委員 是不是跟時代力量 有所謂的之前串通好 或是真的吃真性情 要開始開罵 但是外界都會質疑說 奇怪的是 這個邱映英委員講的話 黃國昌跟徐永敏 兩個人到底又是作何感想 因為他挑中的 似乎真的是時代力量 內部所謂的敏感神經 包含他說 看來時代力量 不值得教授這樣來捍衛 所以你要不要離開時代力量 甚至說黃國昌主席 都不來救你 他就說黃國昌還真的在台下 完全就不動聲策 士誠哥 你怎麼看說 這個邱映英委員講的 是不是剛好挑中的這兩個人 那個其實我必須要先反駁一下 志鴻剛的一句話 就是說這些立委 都不拿自己的選票開玩笑 真的是這樣嗎 吳秉睿說那句 不爽不要投國民黨 他是講假的 不爽不要投民進黨 不爽不要投民進黨 才拍手講錯 不爽可以投國民黨 對 所以我覺得這 他就是拿選票在開玩笑 你沒注意到嗎 實際上我覺得邱映英 我覺得他真的是有點演過頭 他本來可能只想上去酸兩下 可能是要提醒他 我們講好了 不是這麼長時間了 你站太久了 結果徐永明就傻傻的 繼續在那邊一直站 然後也不去上廁所 聽說他憋了11個小時 我不知道 然後看黃國昌 你看在台下笑得這麼得意 黃國昌想這個傻瓜 怎麼還不下來 然後結果 結果邱映英上去提醒他的時候 我覺得說溜嘴 他到最後是直接挑撥離間 其實講出徐永明 最痛的那一點 也就是 徐永明不管在資歷上 年紀以上在至少 就我們單純以政論節目上 他也混得比黃國昌久 結果現在到了時代力量 他居然變成遂喊 然後一切都要聽黃國昌 而且外面在喊要罷免罷免 也是罷免黃國昌 是 那其實干他什麼事 對不對 結果還跳出來 他傻傻一個人在那邊 站了憋尿 站了11個小時 老實講 我也真的為徐永明不止 不過徐永明 會到今天也是自作自受 當初為了民進黨不停泥 他就哭成那個樣子 自己也夠丟人 所以我必須講 你怎麼做就會有什麼後果 這是這個人在做天在幹 你就是因為這樣 這一種德性 所以黃國昌看不起你 邱逸營就故意抓到這一點來打 老實講邱逸營 我必須說他已經很溫柔敦厚 他這次沒有死出佛山無影腳 已經對他很客氣了 老實講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邱逸營是故意去挑撥離間 黃國昌他反正無所謂 因為反正在上面辛苦的是 徐永明也不干他的事 然後我們大家很明顯的 看到一點就是 他剛剛玉方委員也講了 徐永明一根站在台上 他的同黨沒有人支持他 奇怪 也沒有人上去跟他輪流一下 或是上去在那邊立體拉一下 或幫他呼一下口號沒有 是只有他們的一個黨主席 在下面看笑話 還抱著雙手想 這個傻瓜你居然 就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徐永明 真的要考慮一下 第一個 你確定要當黃國昌的傀儡嗎 你當然這麼開心嗎 只是為了能夠換一個 立法委員的頭銜嗎 第二個 如果黃國昌真的被罷免 你們時代力量何取何從 我老實講 你們整個時代力量 不是只會談戀愛的 就是只會閃掉的 要不然就是亂搞一通的 你覺得這種爛黨 你還需要待下去嗎 雖然你也不是什麼好咖 但是我說真的 時代力量重黨解散算了 你自己真的考慮一下 你自己何取何從 來 施誠 可是我跟你講 邱逸營打到 徐永明痛處在哪裡 對不起 韓兵 因為徐永明是不分區立委 他離開實力就什麼都沒有 所以他不能離開實力 這就是問題 所以黃國昌叫他做什麼 他就非得做什麼 這個不是不分之力的 這是要看你現在的狀況是什麼 因為黃國昌說 因為本黨主席要被罷免了 現在我們在一利一休 這個東西必須要有個角色 我只好請你徐永明上去 所以真的我認為邱逸營 是講到了這個徐永明的痛處 就是那你就 四種黨還是什麼 你就離開吧 他不能離開 所以他 我覺得邱逸營也一方面在挑撥 就說你看你 你這樣被派上來 你看在那邊僵持一個小時 然後你的人都不頂你 你就離開吧 徐永明說我不能離開 民主黨沒有提名我 我現在在這個實力 當不分區立委 我怎麼離開 所以我覺得現在 整個實力的角色 因為非常混淆 可是實力基本上 他不是在野黨也不是自動黨 這是每個人 每個人自己當自己的角色 現在在這樣子 所以黃國昌要互助自己 然後這個 徐永明要互助自己的立法委員 所以大家都在自己的角色上面 不是說我這個黨 現在要有什麼樣的趨勢 什麼樣的做法 沒有 沒有這種 他們不是在野黨 也不是自動黨 他們屬於投機取巧的黨 就這麼簡單 所以四不像 可是在這個 這麼一粒一休 全國矚目的這樣的一個 這個所謂的委員會裡面 必須要自己的角色光講過 所以他們就採取那種 找到那個戲奉 就是立委直選行司法 從這妹妹去搞 然後搞了11個小時 民主黨說好了 你既然要搞11個小時 我讓你搞吧 我就在旁邊 就反正我們就一唱一賀 反正我也不動手 邱逸營 其實我認為自動邱逸營 真的很忍耐 如果是 趙新的老闆江啟臣委員 在上面搞11個小時 一定是 你 開玩笑 對不對 說不定手腳就去了 就是不可能手腳就去了 我跟你 請問國民黨這麼多偶元 什麼時候不要說11個小時 什麼時候搞超過兩個小時 對不對 對 所以11個小時 那不是刻意的離讓 那是什麼 所以就這麼簡單 就是你們兩個表演 表演完了那就結束了 就這麼簡單 不管是不是真的是表演 不過現在看起來 被罵的是民進黨 然後立委邱逸營 那時代力量是不是真的得分 這當中有什麼玄機 稍後再來討論 好 歡迎回來 我們繼續來談 不管是邱逸營代表民進黨 或者是徐永明代表的 時代力量 其實我們看到在國會 他們在各自過招 你說是演戲也好 不是演戲也好 重點是有一個是真的 那就是他們只中2018的選舉 來 司剛 其實他們的心裡就選票 我2018到底怎麼選 我選贏了才是重點不是嗎 對 選贏了之後 才在立法院 或在各級議會 或是縣市首長 才有發言權 更何況你上次的禮讓那幾席 我覺得對於已經被養大胃口 的時代力量來說 這幾席實在不夠吃了 不夠吃了 因為他還有一些徒子徒孫 甚至有些助理要去做參選 所以你看在各地的民進黨 在考慮到明年的縣市議員 這一盤的選舉裡面 很多時代力量的 都已經先下一層 先去這個地方 先把他佔地為王了 比如說像吳徵 他已經宣布說 他要在松山新議區選議員 讓同屬大綠的這些人 對吳徵就會有一點點 就會有點產生敵意了 忌憚了 所以其實各地 都有出現這樣的情況 所以你看 雖然是在上一次 從2014年以來 時代力量跟民進黨 彼此之間算是合作無堅 就是在2014年的選舉 跟2016年的選舉 把國民黨把他拉下馬來 但是未來的分配 權力的分配 會是攤在他們前面 一場最大的大戲 再來還有一個 過去觀察的例子 台北市長的選舉 柯文哲會不會跟時代力量 進行一些合作 他這個民進黨 現在跟柯文哲處得很不好 甚至民進黨自己 還要推出自己的人馬來出來選 時代力量會站在哪一邊 是站在柯文哲這一邊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有趣的一個觀察 到時候柯文哲 去幫這些候選人站台的時候 時代力量會變成柯文哲站台的首選 這個也就是可以看 觀察出來他們之間 閉著之間的這個視敵視友 總之因為盤子已經不夠了 我覺得那個盤子已經不夠了 所以大家要去分蛋糕 要去分蛋糕 分蛋糕過程當中 這些大大小小的摩擦 我覺得就會開始 所以你說像邱毅營昨天的表現 我覺得就是一個很好的 自我防衛的動作 因為他知道你這個時代力量 已經逐漸養大 會吃到我民進黨的地盤 我一定要在這個地方 要酸你幾句 不管是酸你們之間的心結也好 或是酸著許永明 個人的情況也好 但是這個正在長大的敵人 要把他壓下去 對 不過趙星閣 我們這樣來看 就是說如果兩個黨要合作 一定是勢必 雙方都要有得到一點好處 不過昨天這一場 至少立休戰看起來目前是 時代力量 似乎是佔了比較多好處 被罵了 包含邱瑩委員 民進黨很多人都說 民進黨是不是背叛 所謂的血印世代 或是放棄理想等等 趙星閣怎麼看 就是現在時代力量跟民進黨 之後這兩個黨到底是合作 還是會越來越競爭台面化 我想這兩個政黨 就是一開始是彼此需求 但是兩邊 尤其是時代力量 逐漸茁壯之後 畢竟會走向一個 不要到處決裂 到一個分道揚鑣的地步 尤其在2018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因為時代力量在他的心中 一直有一個很深的焦慮感 民進黨也同時有 同樣的焦慮感是什麼 就是時代力量會不會 反過來小綠變大綠 或者是來侵略我的地盤 小綠也會覺得說 他知道大綠是這樣想 他知道民進黨是這樣想的 所以他最大的焦慮是什麼 我現在雖然是五席立委 我覺得我可以擴張 但是如果民進黨 要跟我全面開戰 跟我對著幹的話 現在的立委是單一選區 換言之我只要派一個人出來跟你亂 我寧可 如果民進黨採取一個焦土戰略 就是我寧可讓每一個 有時代力量的選區 我都派人出來跟你戰 最後寧可讓國民黨都當選 或者讓其他政黨都當選 甚至讓軍公教黨也當選 反正我就是讓時代力量再立委 就領席就對了 這做不做得到 這是做得到的 如果最後民進黨要這樣硬幹 是做得到的 所以在時代力量 這樣的焦慮感下 他會覺得在2018的縣市長選舉 取得議員的席次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為他留取一個基層實力的 不只是擴張 而且是留一個命根子在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時代力量 在這種多席次的選區之下 他必須要做到什麼 就是議題上面的市場區隔 就像剛剛施剛講的 所以我這邊就是在趁一利一休 這樣子的一個議題上面 甚至未來在環保議題上面來講 他一定會走向比較左的一邊 比較偏勞工的一邊 比較偏環保團體 適應團體的一邊 他知道民進黨在這方面來講 跟這些團體跟公民團體來講 是背棄理想 是越走越遠 所以他只要抓住這一群人的選票 在這種大選區的情況之下 他在十個人裡面 可能抓兩個人或三個人 他就足以讓他的整個時代力量 在那個選區的議員席次 用政黨的名義就快速的集中 所以他可以當選一起 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那麼就會威脅到民進黨的席次 所以民進黨在這個地方 也是必須要跟時代力量 來做切割 他感覺到說時代力量 已經是有這樣一個威脅 而且他更深的恐懼是什麼 他更深的恐懼是 如果今天跟時代力量 為什麼不敢決裂 他怕決裂之後 他跳出來跟他來選縣市首長 他也來亂 時代力量就是用這種 下勢對上勢的這種策略 來保住自己的立委席次 如果你要殲滅我的立委 這個層級的這些民意代表的話 我就跳出來跟你選縣市首長 分掉你的票 誰知道是不是差個5% 6% 民進黨就落選了 所以這種相互利用 相互算計的這種政治精神 早已經超越了當初太陽花時段 太陽花時期講的 我們這是理想 我們要反對某某某 現在這種東西根本不存在了 現在只有政治精神 所以相對來講 真正拋棄理想的 是大綠小綠一起把理想的 就拋到了現實面 拋到了黑暗面 最失望的就是我們的民眾 所以也難怪 就是說邱益營 他在昨天酸了徐永明之後 大家就把過去 他是如何感念肯定不捨 這個太陽花學運的那一段 再把它重新秀給大家看 說你看 這不是邱益在過河拆橋嗎 邱益就果然是怕得罪 這些絕親嗎 所以趕快就出來道歉了 馬上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好 那麼接下來我們繼續來談 那就是這個慶富案 現在還是持續在延燒 尤其我們要今天討論 就是熊減的態度 熊減看起來怎麼有點帶風向 到底在搞什麼鬼 首先我們就來談一談 那麼針對檢良劍交保這部分 他提抗告 但是為什麼不是針對 這個慶富的老闆 陳氏父子來提抗告 這點就讓人覺得 喜人宜鬥了 韓兵 因為畢竟老闆比較大吧 當然是 檢良劍是跑腿的嗎 我覺得很好笑 八月多的時候 陳慶男 陳偉智父子先被檢方 對 就拿去先訓然後交保 交保當然一個800萬一個500萬 看起來是比較多 可是他完全沒有申請羈押 然後就直接讓他交保出來 檢良官你提都沒提這件事情 表示檢良官顯然認為 陳家父子沒有逃亡之餘 也沒有篡政之餘 如果檢良官這樣認為 為什麼他的CEO會有篡政之餘 這個讓人家覺得很奇怪 結果他對檢良劍 他申請羈押的理由是說 第一個他有稱功之餘 第二個他在大陸有投資 第三個他出入境頻繁 第四個他家中內部有 親付的機密文件 這四個 如果是以這四點的話 請問哪一點陳家父子不符合 不是說符合嗎 不是完全一樣嗎 更符合 對啊 他不是更符合 因為這個案子 就是他們陳家父子搞的 不是嗎 如果我不反對羈押檢良劍 老實講 我覺得這個案子 該押的人都應該被押 因為他們很有可能會去篡政 也很有可能會逃亡 如果檢良劍應該被押 那陳家父子更應該被羈押 這不就是這樣子嗎 而且我覺得更荒謬的就是 後來這個錄音帶檔案 當時公布了 公布了之後裡頭 陳偉是自己有提到說 他去總統府喬事情 然後把士林搞定了 結果熊簡就約談他 約談他之後 只聽他一個人的說法 就只聽陳偉自己一個人的說法 就說這個是 他為了要去顯示 他能夠直達天廳 所以他故意說了一個浮誇之詞 什麼取得信任 對 取得信任 說了一個浮誇之詞 你只問他一個你就相信 有人這樣查案子 憑什麼 你是不是應該要把總統府人 你要把黃志芳 李南陽 全部叫來問 甚至不只是黃志芳 李南陽 你怎麼知道 他只見了這兩個人 他也許還有見其他人 你總統府是不是 你一定要傳訓更多的人 甚至總統府的警衛 當天誰值班的 你全部都要叫來問 確認是不是有這件事情 你熊簡做了這個動作沒有 完全沒有 只要陳偉智講這句話 你就完全相信 說這就浮誇之詞 熊簡是這樣辦案 這種檢察官找你槍斃了 我覺得莫名其妙 有人這樣辦案 這種司法官我們能夠信任 他隨便 只要犯人隨便跟你講幾句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幹 以後你就聽陳偉智講就好了 他還當檢察官 你被他辦 簡直莫名其妙 所以熊簡為什麼要這樣做 熊簡真的不會辦案 不是 熊簡這些檢察官 都會經驗很豐富的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他不敢得對總統府 就這麼簡單而已 他知道這個案子 後面的勢力太強 他不敢碰 所以他勢子檢軟的捏 他只抓檢良劍幹什麼 就是故意把陳家父子放出來 你們趕快去外面瞧 把所有的證據趕快滅掉 然後到最後 這個案子如果真的 弄得太大的時候 他反正已經檢良劍 已經變成一個靶子 到最後把所有東西 塞在檢良劍身上 讓他一個人扛 所有東西就算了 就跟這一次 侵犯國防部的做法 一模一樣 到最後就沒加速一個人扛 所有的責任 不就是同樣的道理嗎 其實這些人都在擺明的 在湮滅的證據 都在幫蔡英文 幫馮世寬 幫整個這些 莫名其妙的這些民進黨高層 在那邊插屁股 其實就在做這些事情而已 然後我跟你講 堂而皇知道 根本不怕我們幹 因為他們知道 現在法院是民進黨開的 他根本不在乎 我就這樣做 你又把我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很多人 大家都在抱怨過去 國民黨怎麼樣... 國民黨過去確實很爛 我老講我也不好意思 但是問題是 國民黨爛並不代表民進黨是好 我必須這樣講 民進黨現在很明顯的解釋出來 他比國民黨更狠更爛 你們還要相信他 我也沒辦法 因為現在已經一個 赤裸裸活生生利益來一邊 雄撿就是遇到總統府 就是會轉彎 遇到民進黨的大金主 什麼東西都不敢辦 什麼東西都避重就輕 這麼血靈靈活生生 你們如果還看不出來的話 不好意思 台灣人就是一群豬 對 的確 這個雄撿辦案的方式 剛剛來民也說 真的是滿奇怪 我們就來看怎麼奇怪 因為我們先講 到底要升壓誰的判斷 大家都說一定是找關鍵人 如果要積壓的話對不對 但是雄撿很奇怪 陳欣然父子是用交保的 800 500萬 那麼在他下面的檢良界 卻說要羈押 結果現在提出四個羈押 都被院方給打臉了 我們一一來看 首先說他這個可能 會有串貢之魚 那麼當中就是說 有兩個關鍵人物 業姓跟誠信的人 那麼檢方提出這個理由 院方就說 問題是這個業姓跟誠信的人 當事人都是檢良界 自己供給檢方的 你現在拿這個理由 說你要壓他也滿奇怪 那麼第二個原因說 這個檢良界 因為他在大陸有投資 有資金流向 可能會流向大陸 事實上陳欣然父子 也在大陸有投資 今天還有令委批龍 對 還把款匯回來 疑似是流向大陸的這個金元 對 陳欣然這個部分 你不查 然後你不去擠壓他 你要抓下面的檢良界也很怪 所以院方也打臉 接下來說這個入出境紀錄頻繁 事實上三年才三次多 跟陳欣然父子來比 他們入出境紀錄控 他也沒有比這個少 所以外界就質疑說 人辦案這樣的是桌小放大 師誠哥 你怎麼看 這個案子 我們之前說這個熊簡 整個辦案的態度 包含總統府發新聞稿之後 立即應賀爺發一個新聞稿 大家就說這個辦案心態已經可以 是揣摩上意 那麼現在又把分水嶺畫向檢良界 陳欣然父子 又不去擠壓他 不去好好查 外界說你這樣辦案出來 結果誰要相信你 我比較擔心 高雄高峰的法官 會不會被調到離島去 這個辦案實在是太有原則了 就是你本來擠壓 擠壓檢良界的理由 事實上這對父子都有 可是你卻一直要升壓檢良界 但是這對父子你自己 沒有升壓 不但沒有升壓 就是自己主動幫他交保 我這麼說好了 雄檢本身的辦案的角色 就引起很大的爭議 他之前在11月15號 各位記不記得 剛剛寒冰子說了前半段說 是浮誇之詞 後來總統府出了新聞稿 說確實要見黃志芳 馬上雄檢改口 而且各位去看雄檢的網站 第一篇新聞稿已經撤下來了 這就是雄檢 剛剛說有篡政之餘 對不起你不是篡政之餘 你根本就在篡政 我說的是雄檢 那是不是要升壓雄檢 不可能的事情 這就是我們現在 為什麼對整個的檢方 對整個的政府機關不信任 檢方完全不信任 再講政府方面 我們今天拿到一個最新的資料 他根本就是所謂的脫模 完成跟準備脫模 這完全失序待會我們再講 然後我問一下 當初那個 昨天的海軍的記者會 然後有人當初問他說 請問主計局這個稅計處長 叫張祺堅少將 他說你這個年度預算 到底是誰批的 張祺堅說是各軍種 年度剩餘預算 然後繳回國軍軍備局統籌運用 那個人就是剛剛我們講的 那個叫做梅家術 然後可是3000萬以上 必須要經過副部長以上簽合 副部長有兩個 一個當時的副部長叫做李啟明 現在是參謀總長 一個叫做鄭德美 一個是軍備 一個是軍政 請問一下到底是誰簽的 誰簽的為什麼沒有通知給部長 這個東西我們就要釐清 所以你現在這個大家都一起在說謊 所以整個的包括我們的檢方 包括我們的軍方都在說謊 包括我們的國防部也在說謊 所以你叫我們相信誰 現在說這個案子能夠好好去釐清 怎麼釐清 怎麼釐清 對不起 我最後用這個 少林足球裡面 記不記得那個魔鬼隊的隊長 謝賢 謝賢是謝廷文的老爸主演 他說這個比賽我怎麼會輸 求證 旁證 加上主辦協辦 訴的單位都是我的人 你怎麼跟我鬥 我這樣 我改編 檢方軍方加上我們的總統府 加上我們的國防部都是我的人 你們媒體怎麼跟我鬥 現在就是這個氛圍 所以到最後結果 你以為會水落石出 各位想太多了 來 師哥 其實熊姊在辦這個案子 其實這個案子 我一直在講 這個案子並沒有那麼複雜 其實很單純 相較於什麼其他一些各式各樣的 像阿扁時代那些畢案比起來 這個案子實在太單純了 就是一群無良商人想要去炸彈 然後去弄了各種Paper出來 去跟銀行炸彈 就跟國防部就厚著臉皮討錢 然後一個人去賣弄 觀音說我跟國外的廠商很熟 我達到多少東西 你給我多少Bonus 其實就是這一群人 這樣子的一個烏合之中 組成一個團體這樣去騙錢 其實這是跟詐騙集團的辦案方式 其實基本上是相同的 熊姊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可以還他的清白 把那個檢良件跟陳氏夫子 交起來對職 因為這案子當初為什麼會爆發出來 因為檢良件 去控訴這陳氏夫子說 你該給我的Bonus沒有拿 因為檢良件他說 他拍政府保證說 他可以拿到美國的那武器輸出許可 因為他需要落馬的一套設備 他拍政府保證 他答應說你拿到這個東西 我給你多少Per Percent的這個Bonus 回來 回扣回來 佣金回來 但是檢良件說他給的設數 不合他當初的承諾 所以這案子是當初去 好像在前年底就開始爆發 那時候因為大家沒有意識到說 後面還有什麼炸彈案 或這些空白支票的問題 但後來從去年 馬文君開始質詢之後 這案子才慢慢慢慢浮出水面 所以這案子 其實這真的很單純 就是一群騙子相互騙 然後互相在做這個對撞的遊戲 騙你說我拿得到許可 騙得到說我拿得到錢 其實熊姊只要把他們三個人 抓在一起去做對質 這樣就OK了 那麼簡單的案子 熊姊看過多少的案子 看過多少 而且再來第二個 馬文君今天已經把他的金流 就怎麼去匯到澳門 然後怎麼樣再匯回來 都已經公布了 熊姊難道不知道嗎 你再來第三個 那時候2014年 他那個時候辦什麼三億男 有沒有捐給馬英九這些事情 有沒有這個事情 大家還記憶猶新吧 北檢得到許可主動偵查 然後把當天犯局的每一個人 記住犯局的每一個人 十幾個人都一一叫去 北檢特徵組去問話 熊姊今天有嗎 有把相關人等通通叫去問話 都沒有 所以看出來 這整個案子的停損點 在慶富這一端 就是減糧界 減糧界 但我們大家也不必要 發他說好話 因為他自己本身 出發的意圖也不良 再來在軍方 就是海軍司令黃曙光 聽說一等就把他停在這兩個人 再往上走就沒有 但是他注意 他有一個目的達成 就把這個所謂的財經幫 包括核庫 伊營 台灣汽營 這些曾經跟這個案子 有關係的這些公銀行庫 他把富人權換了 把他換成高雄幫 所以繞一圈回來 又是高雄幫勝利 財經也高雄幫 然後高雄的各式各樣的副市長 都卡到很好的位置 然後慶富也是深耕在高雄幫 所以我覺得這個熊簡 就是拜託你這個戲 也稍微演得好一點 就如果你假裝真的認真 在辦案的話 你最起碼這三個人 去對質一下 這很多的案情就釐清了 到底是誰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誰出文件 然後誰負責金流 其實真的沒那麼複雜 這案子真的很單純 然後包含這個船在義大利 到底造到什麼時候 到底脫模了沒有 你如果這個國防部 要證明自己的氣盤 你帶一團記者去 去看一看到什麼情況 我覺得這案子就水落石出了 對 我們繼續就談 就像剛剛我在請教司剛的 其實如果照司剛講 這個案子就是很簡單 就是商人想盡辦法 要來騙錢 要來弄錢 然後一圖自己的私利的話 熊簡你辦過那麼多的案子 你怎麼可能會不知道 你會看不出來 所以你是不是也在想辦法 遮遮掩掩是要護高層 趙欣 我們剛剛在講 熊簡提出的這羈押裡 有四個大點 結果高分院現在一一回來打臉 對不對 很清楚 剛剛其實我們也談了部分 不再多贅述 不過另外還有一個部分 剛剛其實沒提到 就是說熊簡他們講說 這個家裡面 簡兩件家裡面 有慶父內部的機密文件 有嗎 沒有 他離開了慶父之後 人家沒有機密的文件失竊 不是嗎 這種事情不是很簡單嗎 你也好意思把它拿出來 當作是一個羈押的理由 熊簡的態度非常的奇怪 感覺上他就是在帶風向 讓我們看到的是說 你沒有真正要去辦 那個臣家父子 是因為人家是金主 是因為是大金主嗎 所以你不敢去動嗎 一動的話 可能會動到高層 是這樣嗎 其實這個事情很簡單 如果說真的叫比如說 熊簡要認真來辦案的話 就無道一以貫之 你的標準要一致 你說這個檢良件 家裡有機密文件 問題是他在那個時候 早就已經叫做 前執行長 反正在那個時候 真正在慶父在負責的人 是誰 是陳氏父子 你現在去懷疑說 檢良件家裡面有機密文件 然後後來去查 發現沒有這個 你一一所有理由 都被高院打臉 你怎麼都沒有去懷疑過 陳氏父子 有這些機密文件 錄音帶裡面都聽得很清楚 裡面好像有沖沖遺雲 結果你還出來幫他講話 變得比這個總統府的犯人 還要體貼 說他講話太浮誇了 奇怪了 檢良件說話 就是很老實 就是不浮誇就對了 我就覺得這種雙重標準 會讓民眾覺得疑雲重重 為什麼你有這樣子的 一個雙重標準 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很簡單 就是剛剛像司剛講的 就是一群商人 就騙來騙去 結果最後窩裡反 吃黑窩裡反 不像在吹牛 你說檢良件該不該鋰 這個自有公道 就是說當然這個 但是熊姊已經沒有專業判斷了 但是你要激壓他OK 但是陳氏父子 沒有被激壓這件事情 你就證明了說 如果連檢良件 你都覺得該激壓 而你沒有去激壓陳氏父子 你就重放他們 很簡單 為什麼熊姊要重放陳氏父子 這才是我們要追的 連這高院都打臉 高院為什麼 高院用什麼理由去打槍說 要激壓檢良件這件事情 他說檢良件於榨帶案中 叫諸紙上公司跟帳戶設立等相 對陳慶男跟他的兒子陳偉智 相比攝氏程度略低 沒有激壓是必要性 意思是什麼 就是紙上公司的設立 跟這些假帳戶的騙人的 都是陳氏父子幹的 檢良件跟檢良件 沒什麼關係 高院都已經這樣很直接跟你講 結果你還一天到晚跟我講 要激壓檢良件 陳氏父子的東西你都沒有看 所以這都可以我們看來什麼 就是民進黨政府的一個策略 就是找人來擔 他就是三招 第一招就是死不認葬 先告訴大家沒有這回事情 結果後來被狂打臉說 一億的這些市政爆出來 好像有這件事情 第二件事他就轉移焦點 又是提一些什麼 過去的密件 又是提說馬政府怎麼樣怎麼樣 要大家先這個怎麼樣 先轉移焦點 轉移注意力之後 真正的常進人 說不定這樣子 就有時間可以來處理這些事情 那麼第三個發現 紙報不諸火的時候 他要怎麼樣 就第三招切割止血 怎麼樣切割止血 讓事情沒辦法層層上報 所以我們第一個看到 在國防部的部分 一開始是誰 要把責任推給誰 一個承辦人員 這個承辦人員一個人 可以處理24億的事情 這麼厲害的過度財神 我也要當對不對 這麼年輕的小科研 我可以來處理24億 後來發現紙報不出火 就推給梅長樹 因為梅長樹在那個時候 做參謀長 換言之 其實我們在國防外交委員會 外交國防委員會 都見過梅長樹 是很客氣的人 也是最年輕的中將 可是他在做一個參謀長 但他上面沒有長官嗎 他一個人可以處理24億的事情 而且橫跨陸海空三軍的經費 你可以一個海軍去調 我們現在是大海軍主義 陸軍跟空軍都要聽你的 F-16要不要照 還要拜託你海軍 撥點經費給我 哪有這種事情 所以這個邏輯根本就說不通 最後現在說是黃曙光出來擔 實際上我認為黃曙光這個邏輯 根本就還擔不住 可能就要繼續往上 可是就算連馮世寬 可能下台 都不一定是事情的真相 因為到底是誰有辦法下這個命令 去調動陸海空三軍 不一定 我認為連國防部長 都不一定有這個方式 因為為什麼 因為三軍統帥才有辦法 就這個政策 就政策到底這件事情 該不該繼續支援 給予命令 我不一定說是總統 可是是不是有比國防部長 更高的人 超過國防部的層級 這個是我們合理去懷疑的一個部分 而現在的政府 完全沒有辦法去做交代 為什麼我們最後講說 在雄簡這個部分 讓我們講說 讓陳氏夫子出來 讓減糧劍留在 想要把它留在裡面 很簡單 減糧劍可能跟綠營的關係 沒那麼好 陳氏夫子現在出來 你看 你問他們 他們現在都三間齊口 可能已經說好的 他們減糧劍心裡還有怨氣 沒有說好 萬一出來又亂講話 事情又無上限的發展 他們是調查無上限 是爆料無上限的時候 政府就只好秀下線 現在就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減糧劍你不但不能夠激愛他 你還好好保護他 他如果知道什麼 就跟全民來交代 剛剛時光不是講 三個人來對質嗎 對 最簡單 就爆掛邀請一下 三個人現場 Live節目都不能作假 這些來對質給大家知道 所以國防部 如果你真的問心無愧的話 你應該做一個好的公關處理 用開放透明的態度 而不是這樣層層的去卡 而且你根本就卡不住 到最後你又被大家覺得是 你那個惡民 過去那個累積的國防部 那個黑部的惡民 又重新出現在國人的心中 這個對我們國軍的形象 是很大的傷害 對於我們愛護國軍 希望國軍在整個社會上 建立更好形象的人 心裡面都是非常捨不得 一種很大的傷害 你作為領導者 你有這個責任 要保護我們國軍的形象 你應該把事情做好 不過講到這個國軍 大家剛剛說這個雄簡辦案的 方向很可疑 不過事實上國防部 海軍司令部 昨天開了記者會 也被說很可疑 因為海軍司令部告訴大家說 事實上這個司令黃曙光 他昨天出來講說 這個24億絕對沒有高層受益 是他自己決定了 大家就要問了 如果從頭到尾都 你一個人決定 那錄音大概曝光 大家質疑兩個禮拜前 你就說就是我一個人做就好了 隔了兩個禮拜 大家就會懷疑說 你這個中間 是不是已經大家喬好 就由你出來來背黑鍋 還是說你要等到所有的疑點 報完之後 沒有再多更多疑點 我一次出來說是我單的 這樣才不會被人家戳破 這就是外界的質疑 預防委員長期在關心國防 今天也是國防委員會 你怎麼看 你相信這是海軍司令部 黃曙光一個人下的決定嗎 我先這樣講 這筆錢不是小錢 是24億2000多萬台幣 而這個錢不是你海軍 拿出來的錢 這裡有一大筆 是陸軍跟空軍的錢 所以今天黃曙光出來說 我就是主角 我自己做的決定 我負全部的責任 然後我想問黃曙光醫師就說 你以為像我們這些人 我們想去演電說 我們來當主角 人家就會讓我們當主角 不會 主角是你可以當得起的嗎 不是每個人說 想幹主角就可以當主角了 24億 海軍的錢我就先不講 有空軍一大筆的錢在哪裡 有陸軍一大筆的錢在哪裡 我請問黃曙光司令 其實我覺得他冷靜 是還好的一個人 我如果他是裡面有苦衷 他以前也常到立法院來看我 我要講一件事說 黃曙光 你現在怎麼叫陸軍跟空軍 拿錢出來給你 讓你海軍提早付錢給親父 我就請黃曙光解釋 你是不是 你如果我是立法委員 我就質詢黃曙光 結果他明天又到立法院說 請問你是你大 還是陸軍司令大 還是空軍司令大 他解決會說我們不同的軍種 一樣大 所以我現在就要問你 如果是一樣大的話 為什麼陸軍要聽你的 為什麼空軍要聽你的 你知道這個錢的預算分配嗎 各軍種提出來 然後到國防部 國防部再去整合 再去協調 然後再做分配 然後最後這個錢在行政院院會 都通過了 所以就送到立法院 然後在立法院 刪了很有限的錢 然後就回去 所以各軍種最後拿到的錢 就是他的私人的錢 就是他口袋的錢 不要講私人的錢 是軍種的錢 我好不容易才弄來的錢 我的直升機擠著要換零件 對不對 我的飛彈擠著要如何如何 我自己都要用 好不容易爭取來的錢 我自己都要用 我憑什麼 因為你海軍司令一通電話 因為你要求我就把錢交給你 所以你先拿去用好了 以後再還給我 有這樣的道理嗎 有這樣的道理嗎 所以我要問一下黃曙光就是說 你是用什麼方法 讓空軍 讓陸軍 乖乖的把這麼大筆的錢 交到你手上 你說給我聽 這一定要開一個會 你知道嗎 因為這裡面要牽涉到 什麼錢可以拿出來 什麼錢沒有辦法拿 怎麼湊 要湊到24億 2千多萬這樣 開這個會 我要問一下黃曙光 第二個問題 請問誰主持這個會 你主持嗎 那陸軍司令呢 空軍司令呢 主持這個會議 一定是國防部長嗎 連副部長都沒有資格 主持這個會議 坦白跟你講 因為這個要拍板 才能定案 定案才能去找錢 錢湊出來才能 所以這個是一個 有點像選舉 這叫募款大會 改一個名叫做籌款大會 籌24億 2千多萬是一筆大錢 所以黃曙光 我只能講說 他講的話看起來很悲壯 我是主角 坦白講這是英雄好案做的事 就是說事情是我幹的 我付權責 我 對 腦袋就只有一個 你要就給你了 有這個味道何其以狀野 我再問一句話 黃曙光司令 你以為你要當主角就能當嗎 你沒有這個立場去要錢 你沒有這個身分 沒有這個地位 我可以跟你講 不可能的事情 這個是沒有國防部長拍板 無法定案 我再問一下 國防部長說現在我不知道 這一次我都不知道 你看 大鵬這個是很喜歡講話的人 你有沒有發現他最近 一句話都沒有安靜 我告訴你 初期的安靜 他講話突然間初期的安靜 有鬼 其中有詐 其中必有詐 對 一定有詐 可能季公家說 你大線快到 你最好小心點 不要亂講話 否則就會出大事了這樣子 那我請問你一件事 這裡面更離奇的是 3月9號那天 這個錢是去年12月16號 就已經給完了 給親父了 撥給親父了 我要請問你 第一個疑點先這樣講好了 你跟親父 國防部跟親父都有簽了合約 你這個協議上面 合約上面寫得非常清楚 如果甲方的代理就是海軍 因為年度預算撥付的錢不夠 以至於必須要玩給你錢的話 你不能夠有所求償 你也不能告我 你也不能算利息 什麼都不行 所以你國防部 是有金鐘罩附身的 你海軍 你根本不需要給他錢 蔣南天不需要準時給他錢 可以辭給 不必準時給 結果他不是 他是提早給 這個沒有道理 你提早給給完就算了 你就勞勞實實講 但他們知道說 這個不能勞勞實講 這講了就有大事了 就徒利罪 要坐牢的你知道嗎 所以他就3月9號 他分別送了兩個公文給立法院 立法院一個在3月22號 一個大概在5月3號 就印發給立法委員們 這兩個公文內容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有一樣的地方 也有不一樣的地方 我講給你聽 一樣的地方都在表格裡面列 104年給什麼錢 105年給什麼錢 106年給什麼錢 這個表格都放在附件2 這表格裡面清楚 我講清楚 講清楚 船殼脫模的錢 是要106年才有預算 106年才給的 都在裡面表格都畫出來 然後在裡面還講了好幾次 兩本都有講 好幾次講說 這個是106年的預算 在預算裡面一共30幾億 然後20幾億 就要給船殼脫模的錢 這樣 聯繫講了好幾次 然後最重要的是 5月在印發的那個公文裡面 還怎麼講 他說這個錢 這個船殼脫模已經完成了 客證 就現在正在申請請款的手續 就表示錢還沒有給 要不然怎麼叫做客證 在申請請款手續 另外一個還假惺惺的 替清雯講說 這個錢105年沒有拿到 所以慶父會有財務危機這樣 事實上這個錢 在82天以前 公文6月9號發出來了 6月9號公文是 馮思寬訴了名 在6月9號以前的第82天 錢已經進了清雯口袋 結果還講這樣的話 現在我要問一件事 馮思寬現在不認帳說 所以現在黃曙光到他為止 大鵬 我覺得不好意思的話 你叫自己叫大鵬 大鵬鳥應該鸚鵡 就是很雄啾啾 有個老大的樣子 這種事也推給小弟去認罪 這個老大幹得實在是很可憐 就算黃曙光想這樣幹 他沒有能力這樣幹 第二個 好了 就讓黃曙光講對了 因為後來他們講說 這是行政疏失 對 純屬行政疏失 沒有要隱瞞 錢給完 我們沒有要隱瞞 我跟你講 我找了那個內文 至少 應該是至少 我大概前後看了幾十遍 至少八個地方 說明這個錢是106年的預算 傳個脫謀的錢 106年才能支付 這樣的錯誤一共有八次 你告訴我如果是一次就算了 我先講給你聽 寫這個公文 因為這裡面是要講烈雷劍的 整個的預算的執行的情況 所以寫這個人一定是 這個人是承判人員 承判人員是專門追進度人 他不知道誰知道 承判人員寫完了 譬如說他可能是一個階級 可能是個少校 他上面可能就有人要看 他的長官 長官上面又有長官 這個層層負責 請問你每一個眼鏡都瞎了 然後八個錯誤出現在那裡 表格裡面也錯 白紙黑字寫東西也錯 不可能 你如果錯一次兩次認了 兩個不同的公文 兩個不同一次 紅石寬庶明出來 所以國防部官員 不是海軍看 國防部官員一定也看了 你知道嗎 可是海軍起草 國防部官員他們就 你有什麼意見 我們現在送這個報告去 你寫個稿子我來看 然後他們就在裡面弄弄弄弄 所以從海軍到國防部 這麼多人在看 竟然這麼多人的眼睛加起來 幾十隻眼睛 八個錯誤 一個錯誤 找到就可以解決了 結果八個錯誤都看不到 我才看一次 我就看了好幾個錯誤 你們這些人是幹什麼 我要講一件事就是說 好 馮世寬 就算說是這些人滿騙的你 無意的行政疏失好了 按這個部長 第一個 你領導無方 對 你領導無方 所以你底下一踏浮屠 海軍司令可以做國防部長 才能做的事 三軍統賽才能做的事 然後底下的這些人 承辦文書的各級的主管們 全部眼睛瞎了 造成八個錯誤 這樣我請問你一下 你要不要辭職 不管哪一個 第一個 如果前面第一個理由 是你自己幹的 叫黃曙光出來頂罪 那你要走 而且你要接受司法審判 第二個 如果你是的確底下 能蒙著你幹的 那你也太無能了 前面太壞 後面太笨 不管你是笨還是壞 沒有資格當國防部長 你只有下台一條路 的確 好 我們等一下回來 就繼續來談談 國防部絕對是難辭其咎 不是今天一個海軍司令 出來說我全權負責 我一個人扛 就可以說了算了 因為你胃不高全不夠重 馬上回來 好 我們從雄簡討論到的軍方 我們都在質疑 他們不可信 一直在說謊 今天有一段錄音檔 裡面就讓人質疑 難道海軍又在說謊了嗎 昨天不是才有一個人出來說 我要一肩扛起 可是你到底有沒有什麼隱瞞 再說謊 說了什麼謊 有一個最新的錄音檔曝光了 那麼在這個裡面 就讓人覺得好奇怪 因為慶父跟海軍的說法 感覺上很多不攏 都不攏 因為這個脫模 到底是什麼時候完成的 很奇怪對不對 從來 對 海軍司令我昨天告訴大家說 是9月27號完成脫模 不過待會媒體取得了一份錄音檔 說慶父他是聲稱9月底 才準備要脫模 準備跟完成這個聽起來 感覺是差很多 到底誰說的是真話 讓大家會有一點問號 我們現在聽一下這個錄音檔內容 也準備這個月底 要準備脫模 那這方面的話 軍方這方面也很配合 也一直跟我們很好的合作 那也就必須就是我們脫模款 然後再申請 然後再繼續下去 那所以一切就是非常非常棒 甚至於在造建這一塊 有超前的進度 那所以就繼續 那財務上方面 因為脫模執程到了 然後付款到了 我們就可以 就是財務做大家都很棒 對…好 好 我們剛剛聽到的那個聲音了 那個時候 就是在這個場合 對 慶父的副總陳偉智 那時候在跟時任的國防部 副部長李喜明在講這件事情 結果就被錄音錄下來 然後剛才我們就播放出來了 這是一個公開的場合 來 韓冰 你先來談一下 你看為什麼那時候 他講了這段話 然後就知道 你其實聽得出來 他就是一直要錢 對不對 那是他要的 副董說了這麼多 其實要的就是款項 趕快撥給他 其實當天在這個場合上 陳偉智講這番話 其實就是跟李喜明講說 我們一切進度都很圓滿 錢拿來 你們趕快把錢拿給我 不然我就快掛了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問題是 就是陳偉智講的這個時間點 到底對不對 因為之前海軍告訴我們的是說 8月26號開始準備脫模 然後9月27號整個脫模完成 現在如果根據剛剛 錄音檔的講法的話 陳偉智說的是說 到了9月底才準備要脫模 當然因為老實說 這是他的一個 就是在當天現場的一個說詞 並沒有文件做一個證明 所以他的意思到底是什麼 其實這要看他 當時怎麼想的 因為這個有的時候余意上 也許他的準備脫模 就是脫模完成的意思 這個當然要看 因為海軍後來針對這件事情 剛剛有公布一個文件資料 是說義大利原廠 確實是在9月27號這邊 完成脫模 而且10月初的時候 海軍有派人去檢視 然後確認整個脫模作業都完成了 然後他們才撥的款 當然這個我覺得 要看哪一方面 能夠真正證明自己所說的話 可是問題是 為什麼我們會質疑 這麼多的原因 其實就很簡單 就是海軍為什麼要先付這個款 我實在搞不太清楚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海軍現在自己也承認 他說本來有選擇 他也問過律師 其實不付款也可以的 為什麼他要付款 因為海軍給的理由是說 因為怕說你如果不付款 親付沒有錢 以後照件的程序就會延遲 延遲下去就對我們不利 所以要付這個款 老實講 我說真的 親付當時出了多少問題 你們海軍都不知道嗎 你們所有人都不看報紙的嗎 以前人家常常在罵說 馬英九只有看報紙才知道新聞 你們連報紙都不看 是不是更糟 那不是很可怕嗎 當時親付已經搞了好幾年 他的財務出問題 他根本就是個空手道白狼 什麼東西都沒有 廠房在哪裡不知道 港口在哪裡不知道 然後這樣一個廠商 出了這麼大的問題 你們還急著要把錢付給人家 奇怪 你們海軍這些人 真的都不死人間煙火 我們的營區 真的管制這麼嚴 連報紙Wi-Fi都進不來 你們所有的消息都不知道 真的有到這麼離譜的地步嗎 所以我覺得 大家當然會質疑 當然今天這個錄音帶 我覺得海軍雖然提出了文件 其實老講 我們也未必一定要信你 我覺得等義大利原廠文件來 我覺得更重要 我覺得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都知道國王部過去 你說稻田文件 甚至關鍵的重點的資料 就突然之間不見了 這種事情發生太多了 我為什麼一定要相信你 國王部說的話 對 所以我覺得這種東西我也存疑 那就是我覺得等事實來 證明這一點 但是問題是不管 這個脫模的時間 到底在哪一天 重點是你為什麼要急著 付給人家錢 老講 國軍過去 跟所有他的承包廠商 這些東西再配合的時候 他是能夠不付錢就不付錢 能夠拖就拖 你們什麼時候這樣急急忙忙 搶著要去付錢 國軍一過往搶著要付錢 只有幾種可能 一種是中間有人拿佣金 另外一種就是某一些 你被美方 比如說之前的方正怪報案 你被美方逼著要邪脅 你不得不付給他錢 類似這樣的情況 你才會搶著付錢 不然哪有這樣 幸福不過一個小廠商 你海軍到底怕他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中間 真的是一雲重重 我覺得檢調 當然我現在對檢調 真的是完全沒什麼信心 當然不管怎麼樣 我還是說一下好了 就是你們都不去查一下 海軍這些人 所有接觸這個案子的人 他們的帳戶 有沒有不正當的往來 他們之間個人 每一個人是不是有 不正當的經流趨向 你們都不去調查這些事情 還是要等著媒體一件一件 翻出來才要告訴你 所以我覺得整個案子 真的是問題非常非常大 大家絕對不能這樣輕易放過 對 沒錯 這個海軍說 他們的確是9月27號 已經完成這個脫模 他們有文件來證明 就是他們的澄清 不過外界當然還是 對昨天記者會有一些疑點 就包含 他澄清我們要相信嗎 還有很多的疑點 你說不清楚不是嗎 對 包含剛剛在進廣告前 我們的預防委員也提了 說這個錯誤 如果你是行政上的錯誤 大概一處 如果整篇那個公文 八處錯誤 大家就要質疑說 這個真的是不小心錯 還是根本就是故意錯的 好 包含大家講的疑點 就是說為什麼 如果是黃曙光一個人決定 那麼要等錄影檔曝光之後 外界質疑這麼多 隔兩個禮拜 你才要出來說你是一肩扛的 這中間兩個禮拜在幹嘛 你在思考說 是不是我一個人 這很奇怪 另外挪用24億 這個海軍 不是全部都是海軍的錢 不是24塊 不是240塊 是24億 當中還有陸軍跟空軍的錢 檢視你海軍司令部說的算嗎 這個外界也是打大大的問號 那麼包含第三個一點 這個24億應付的日期 說不清楚 因為開始說是3月 現在要改口說是1月 其實只提早付了兩個禮拜 到底是幾月幾號該付 為什麼要提早付慶付錢 外界也是有很多質疑 那麼第四點 包含了這個國防部長 到底有沒有受益 那麼常務次長 就可以在這個24億的公文上面簽字 難道不需要經過部長嗎 大家都覺得非常的匪夷所思 那麼昨天剛剛這個黃曙光 其實剛剛大家有講到 他有一些澄清 包含說這個公文的部分 他說不是故意要狂騙 是行政疏失 那麼至於說跟這個慶富 為什麼你要提前把錢給他 那麼他講說 他是戰略性的容忍 這是什麼戰略 有點聽不太懂 什麼叫做戰略性的容忍 不是 我跟你講 我覺得海軍的策略兩個 一個是一肩扛起 第二現在轉手圍攻 昨天黃曙光有一句 非常重要的話 各位記不記得 他說我九月之父報道那時候 我們那時候說海軍沒有錢 你說海軍坑殺慶富 然後我現在付了錢 就說海軍圖利慶富 他說海軍我要怎麼做 他現在在轉手圍攻 剛剛我們的主持人講得很好 你現在整個的過程 你知道嗎 把契約書拿出來 其實這個完全沒有模糊的焦點 契約書明明白白寫著 就算你脫謀完成 海軍如果沒有預算 可以不支付 可以在第二年支付這筆費用 你知道 剛剛這個韓濱已經講過了 你知道各軍種 除非像美方這種老大爺 我要錢 錢給我 然後預算才會東挪西挪 東臭西臭 除此之外 沒有哪個例子是說 你廠商要錢 我趕快挪其他軍種預算 都挪來挪去 然後給你 然後一個人出來負責 就是我幹的 你知道那個東西 萬一搞得不好 就兩個 一個叫衛造文書 一個叫圖利 這兩個對公務員來說 都是非常致命的 各位 這兩個罪都非常 什麼叫致命 就是你公務員幹不成 要一直打官司的 這種東西誰敢碰 結果現在有人出來扛 跟過去 不要說軍種 就是跟一般的公務員的 形象都不太對 然後這個日期到底什麼時候 他就一直要湊出一個 合理的解釋 包括國防部為什麼說謊 包括海軍 為什麼會在一月付錢 日期一定要湊出來 讓你們媒體覺得說 這個東西其實差不多 真的沒有差很多 也沒有什麼挪來問題 就是因為衰月要付 衰月分後我就一月付 差不多 差不多 就這個意思 你知道現在就在這裡 問題你知道差不多就差很多 為什麼要差不多差很多 本來如果你當初 不要講這麼多謊話 海軍把錢付了 就說對不起 為了國見國照 我現在怕這個國見國照照不成 我只好把這個錢挪來挪去挪付了 對不起 我媒體有另外一個解讀 我不見得贊成你的看法 不見得贊成你的做法 但是我媒體另外解讀 可是你從頭到尾都在說謊 直到錄音帶曝光之後 你整個說法才完全改變 你要我相信你嗎 我不可能相信你 然後你看這些包括 剛剛那個到底是什麼時候脫模 然後什麼時候到底給錢 然後說法一變再變 在線上熊減在護航 包括我們的總統府 也在說法一變再變 所以我們完全無法卸任 包括檢方 包括政府單位 那我們相信誰 我們現在沒有辦法 只好訴諸媒體了 對 所以現在就是搞得 一方面熊減 一方面國防部 你們到底可不可信 大家打到很大的問號 都認為是不可信 來 智鴻 所以這是幹嘛 國防部在今天 為什麼一定要去配合慶富 人家說一切就非常棒非常棒 然後你就要配合他 我已經提幾個資料 就是說長久以來在軍方 他們因為因應軍售國家 他們武器的採購 他們會有一些預算挪用的情形 我舉個例子是 在102年空軍的F-16AB性能提升 挪用陸軍的24億 103年空軍艾二性能 提升及採購艾三 挪用陸海軍還有憲兵的23.5億 104年海軍S軌動C 反潛直升機性能提升 以用空軍的2.1億 這些都是其實長期以來 軍方他們有這樣挪用的形式 那個賣方都是阿兜 你剛剛講這三個賣方 都是阿兜 好 現在就回到事實來講就是說 海軍要到什麼情況之下 才去付款 第一個一定是慶富旅約的 這個進度打合約的規定 第二個就是慶富一約繳納 同額的這樣的還款保證金 什麼意思就是說 我24億 我為了拿到24億 我要先去跟銀行借24億 交給國防部 我才可以拿24億 重點在於就是說 他拿到這24億之後 他拿去哪裡用 他沒有拿去付款 他沒有拿去付給美國落馬 沒有拿去付給義大利的 載台的公司都沒有 他拿去哪裡 這還是問題的所在 就是說付款不是問題 他拿了錢之後 錢拿去哪裡挪用的問題 這個要回到最源頭 當時慶富在 馬政府執政的時候 檢良劍這個角色很重要 檢良劍是幫他們 在跟這個 大陸居中牽線很關鍵的角色 他在大陸的投資 動輒每一個案子 都超過1億美金 造船廠 造證 還有光電園區 還有水上樂園 每一個都是當地地方政府 重大的投資案 這樣的投資金額那麼龐大 他錢哪裡來 因為他後來 為什麼 大外界會質疑說 你拿國家的 這樣造建案的合約 去跟銀行貸款 錢是不是因此而挪去那個地方 甚至我還有掌握到資料就是 當時他只能這樣 四處借貸之後 跟這個銀行連貸完不夠 他資金缺口很大 還去跟地下錢莊借錢 地下錢莊 這個各資先折折 他當時委託人 委託一位一個劉信先生 他去跟地下錢莊借2億 一個月的利息是1.5% 1.5%意思就是說 我借到2億 我一個月 我可以還300萬給你這樣 透過這個中間人去借錢 他可以得到4%的勞務 的這樣的籌金 意思就是說 你幫我借到2億 我一個月 我就直接給你800萬 這這麼好的 這麼好的這種高額的借貸 這麼高額的利息 就是跟地下錢莊借 所以也呈現出 當時慶父 陳慶南 他們當時的確是窮途末路了 好 但是等一下我想 預防委員也有一些想法 等一下我們要聽聽看 預防委員的意見 還有就是 現在大家都在等著看 馮世寬 你出來 你身為國防部長 你難辭其咎 要不要說說話 還有蔡英文總統 你是三軍統帥 現在發生了這麼大的事情 你怎麼出來都不坑一聲 真正出來的時候 是在關心安樂死 等一下回來繼續討論 前幾天我記得蔡英文總統 在出席一個公開場合的時候 有記者在旁邊追她問 問烈雷劍的事情 結果蔡總統是面帶著微笑 快閃離開 完全必達 那就是當時的三軍統帥 蔡英文總統 而昨天我們終於看到 蔡英文總統 她有一個露面的一個場合 我是在總統府內接見了傅達仁大哥 那麼主要是在談什麼 在談安樂死這個話題 好了 大家就在想 奇怪了 你在臉書上面 你三點鐘接見你 七點多鐘 你在臉書上面PO了這麼大的一篇 你在關心傅大哥 你在談論安樂死 這些我們覺得都可以接受 不是不能談 不是不能不關心 可是請問重要的弊案 蔡英文總統 你要不要出來說說話 你的臉書上面 怎麼隻字不提 來 趙欣 是 所以說你作為三軍統帥 又是全國的元首 說實話 這麼重大的事情 到目前為止 這樣整個慶富案 前前後後一團疑雲 前後經歷大概已經20天了吧 為什麼蔡英文總統 居然都沒有跳出來說一句話 不是說你這個安樂死 其實是滿重要的議題 也應該去關心 但是你這個速度 跟對待不同議題的差別 會讓人家去懷疑說 你到底是真心的在關懷這些 我們說有需求的朋友 還是你只是為了轉移焦點 你花這麼大的篇幅 在這麼短的時間來做 照理來講 用同樣的態度的話 慶富案你可能早就已經 回得不到十篇文章以上了 可是你卻知智不提 進口不深 那麼就算是要負責的 國防部長也不講 三軍統帥也不講 請問這件事情到底誰做主 人民懷疑的那些問題 到底誰能給答案 放任當立法院這樣子 我們講鬼影追追追 追不出個鬼來 大家互相都在講一些鬼話 大家都期待你作為一個 國家的元首三軍統帥 其實不只是慶富案 包括一例一休 大家也是吵了一個禮拜 你對於那些勞工朋友的怒氣 你有沒有一些反應 你有沒有一些定調 你有沒有一些比較體貼的說法 也都沒有 這個時候就會讓人家覺得說 你作為一個民選的總統 我說的 我強調是民選的總統 作為民選的總統 你是沒有挑議題的權利的 只要是人民所在乎的 而且是人民高度在乎的 高度懷疑的 高度希望得到解答的問題 其實總統就必須在第一線 尤其是在第一時間 給予一個明確定調性的答案 我必須再講 我必須要講 在這方面來講 你做得比賴葵差多 難怪你的民調低賴葵那麼多 你自己要好好檢討 如果你繼續在這個樣子下去 這不要說在談什麼 2018了 你這個2020你到底能不能夠 你會不會成為史上第一個 沒有辦法連任的中華民國 就是開放之後 開放民選之後的總統 都很難說 因為你在面對這些議題的態度的時候 你是閃躲的 你要記住你是一個民選的總統 你對這個國家的每一個選民 不管有沒有投給你 你都有責任 你都有義務 慶富案這麼大的案子 大家交的稅金 這個月就是交什麼 這個月就交房屋稅 還是土地稅 結果我發現我們的稅金 是這樣子被莫名其妙的 被亂花花來花去 都不知道項目在哪裡的時候 你作為總統 你不出來 我想對選民是交代不過去 是 這個弊案可是動搖國本 蔡英文總統一句話也不坑 志宏身為民進黨的一份子 你不覺得這樣太奇怪了嗎 就這件事情其實有點 造成一種犯政治的話 不是一個好現象 像當然綠的就是打這個 雄光華 檢太郎 藍的打這個王氏官等等這樣 其實現在民進黨執政 也本來就是應該要負起這些責任 就是說該查就查 不要 就是看要查什麼程度 就給他查 不管他在時間點發生 是在之前還什麼時候 都應該把過程查清楚 剛還給海軍的一些公道 就還給海軍公道 現在司法調查 該怎麼進行就怎麼進行 這其實都不用任何迴避 應該要負起責任 去做全部的調查 好 休息一會 今晚有馬上回來 好 再來看一次 蔡英文總統也是難得的 發了臉書 結果在這個臉書上面 他是在秀跟接見富達人大哥 照片時的握手 寒暄 翻讀書籍 然後大家一起合照 好溫馨 好感人 而且不忘了要為富大哥加油 為他的家人加油 當然應該要加油 但是總統 我們更想知道的是 幸福愛 你怎麼看 你要不要出來講個話 我覺得大家不要被蔡英文騙 我覺得這根本就是在講幹話 他接見了富達人大哥 接見講了半天 好溫馨 好感人 他承諾了什麼嗎 他有承諾要推動安樂死法案嗎 沒有 他有做任何其他的事情嗎 他有要求民進黨團 做任何事情嗎 都沒有 所以他什麼也沒做 他什麼也沒做 他只是 藉由富達人大哥 來為自己沾臉光 表示他好像很關心 這些弱勢族群 表示他好像很關心這個議題 實際上他什麼都沒做 這就是蔡英文很明顯 慶福案他到現在 我們全國人民 只是要蔡英文講一句話 就這樣子 就這句話 全都沒有 這個就是蔡英文的回答 實際上就是 反正基本上 只要跟我有關的事 我都不會回答 就是這麼簡單 而且我覺得更糟糕的是什麼 不只是蔡英文 是連馮氏寬都閃得遠遠 這個是會不會太離譜一點 太離譜了 這真的是太誇張 國防部長不用負責 國防部長之前為一隻狗 都可以出來道歉 現在欽負這麼大案子不用負責 現在我們的烈雷劍 六艘烈雷劍 比不上一條狗就對了 小白 對 我們來講 是這樣的事情嗎 這簡直荒謬到一個極致 所以我覺得今天 這麼嚴重的一件事情 現在這個案子鬧下去 可能我們未來 就弄不到這六艘烈雷劍 我們的戰力會出現 嚴重的空洞損失 這是多麼大的一件事情 結果既然國防部 居然就這樣想這樣隨便 糊弄一下就掩蓋掉 然後總統對這麼嚴重的事情 這個是會動搖國本的事情 結果總統到現在就 其他什麼都沒有 後面呢 對 就沒有了 他不用了 因為他覺得 他現在講什麼話 他自己知道 他講什麼話都錯 我老實講 蔡英文真的比馬英九聰明 馬英九以前最笨的就是 什麼事情他都要挑出來講 越講 越講死得越難看 所以蔡英文現在 完全接受到這個教訓 反正只要看一看 情況對他不利 他什麼話都不說 反正你們大家盡量軍道 我就自身事外 然後到最後能夠推就推 能夠拖就拖 到最後都沒事 老實講 現在他擺明的是什麼 因為軍方他也找不到其他人 也沒有哪一個 像馮氏寬這樣對他衷心 他隨便出什麼收足欲 他全部都聽 所以現在很簡單 馮氏寬一定要保住 馮氏寬保住之後 國防部署其他幾個人 誰要當地獄倒霉鬼 誰去下台活該 他現在就是這樣子 他完全就是用這種方式 馮氏寬以前不是說 你不是講話很大聲嗎 現在是怎樣 現在你是跟季公寶婆 季公告訴你不要出來 是這樣的意思嗎 陳鋒詩巾 我覺得現在大家 應該會懷念特徵組 是 就為什麼民進黨 要把特徵組廢掉 我覺得也是高瞻遠主 看得很遠 就是他可能會發生 那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大家會想說 如果特徵組在的時候 他是可以傳逢風釋寬的 他可以傳黃曙光 他不能拒絕 但你現在這個熊姐 他能傳這些人嗎 不可能 所以這24億 到時候到底是誰下的命令 我覺得會是一團謎 但是問題是 這個答案是非常簡單 還有陸軍司令 還有其他被挪用的一些軍種 難道你全面挪用的時候 你不打個電話問部長 問部長說這個錢 到底是你的意思 還是上面的意思 還是我聽黃曙光就算 這個太不尋常了 大家當過兵都知道 我們那個連裡面 一個隊裡面 少了幾塊錢 大家都要到臭 去逗那個數字出來 你一個國家一個國防部 24億這樣挪 那以後國防預算 也不必分科了 也不必分什麼 什麼作戰事 什麼變化 就一筆兩千億 你們自己去用嗎 所以我覺得這很多 我覺得都是很多匪夷所思 這個違法亂紀的事情 而且小英總統 現在跟川普一樣的民調 人家對通俄門 人家還會說 總統可不可以自己特赦自己 結果我們的小英總統 對於這種幸福愛是 是什麼意思 到目前為止 總統的態度是沒有態度 這麼嚴重的事情 現在沒有態度 你說過去加空心戰 還真是沒有白教 就是這種態度 沒有態度就是一種態度嗎 反正你拿我能怎樣 真的 你拿怎麼樣 你能拿我怎樣 你能拿我怎樣 謝謝